一个农夫却被整个修仙界奉为老祖宗 连荒天帝见了你都得尊敬的喊一声大哥 平日里为你心情耕耘的老牛 乃是同龄整个妖魔界的大式牛魔 拴在门口看家的二哈 真身却是令所有生灵都俯首称臣的尚武穷起 甚至你随手种下的一颗萝卜 都能在傍晚化身软萌萝莉帮你提前暖好被摸 目的也只是为了能闻到你遗留下的气温 而原因则是你触碰到的动物和物理都能不断进化 但作为当事人的你却对这一切毫无知情 一直认为自己就是个凡人 五年前你刚穿越到这个强者未尊的修行世界 第一时间就觉醒了无敌仙尊系统 可正当你以为自己从此将走向人生巅峰至极 没想到这个狗系统却只是教你一些生活技能 挑份施肥匹柴坦树 炒菜雕刻致病救人 除此之外它还不忘让你全面发展 比如唱跳乱打篮球 用母鸡打鸣的声音作曲等等 唯独就是不肯教你修炼 因此为了活命 这五年来你只能狗在深山里生活 但没想到在今天伺候完家里的动物后 狗系统竟出奇地发布了一项特殊任务 请宿主一个月内加入任意修行宗门 听见这道机械生在脑海里回到你愣了吗 修行从始至终都是你的梦想 但你却毫无灵根资质可言 哪会有宗门愿意接受自己 不过秉着绝不放弃的念头 你还是打算到桃园外五百里的那座青蓝宗门试试 万一踩到了狗屎 那遇见飞行梦岂不是就能实现了 于是你牵着院内匍匐的二哈和白马便起程出发 而随着你的身影顺着小径渐渐拉长 家中那简陋的茅草屋 骤然间散发出了凛冽的光滑 威势直冲云霄 原本匍匐在地的老牛浑身散发出褐色光芒 只见他顿时一跃而起 浑身肌肉爆发出恐怖无比的力量 牛魔 仙尊还未走远 你这憨货就不能收敛点 紧边小气的蛤蟆突然抬起头来望向老牛 顷刻间他的浑身也散发出了璀璨光芒 而他讲话的时候 空气中更是弥漫着金钱的气息 三条腿的就你多嘴 阳老牛只是想和仙祖那样跟主人一起游戏人间 敖广舍弃龙身化为白马不比你这憨货有排面 金蝉不屑地撇了撇嘴 而在他俩针锋相对接 又一道充满威严的声音在院中响起 你们快别吵了 既然主人带穷骑和凹广出门 就自然有他的想法 岂是你二人能妄加揣测的 说话的正是地理最瘦削的那颗萝卜 这时只见他光滑流转间 骤然化身成了一位身穿绿罗衣裙的软龙妹子 我感觉主人修为越来越恐怖 我们千决单身万年开花一幅 可距离我上一次开花这才过去五十年 但刚当主人给我松脱的时候 我竟然又有种含苞带放的感觉 想必他肯定已经领悟了时间之力 谭吉尼 所有动物耸了耸脖子 毕竟昨天才刚建院里 原本嚣张无比的那只凤狂 被主人炒成了一盘崩堡鸡丁 因此小院内也渐渐恢复了瓶颈 而另一边的你此刻 刚从桃园里走出来 便注意到了前方地上 躺着一位浑身血污的女子 还未到近前你便听到了 女子的求救声 前辈 小辈乃青蓝踪云千千 望前辈相救 听到对方的话 你有点摸不着头脑 修仙界前辈二字 是可以随便称呼的吗 却殊不知在你刚刚 骑着白马出来时 女子正好瞧见了 万虫桃花气浪 对你褪比三射的场景 因此他这才把你 当成了实力高声莫测的 先门老祖 你虽有不解 但还是翻身下马上前 搀扶云浅浅井 而在你手掌柱碰到他的瞬间 云浅浅便感到一股暖流 顺着他的手臂 传递到了周身 不到片刻浑身的疼痛感 便都消失了 与此同时 还有你身上散发出的 淡淡桃花香 和那如鱼般的气质 让云浅浅不仅心头小路乱撞 你二人上马回村时 由于他身体虚弱 所以你只好在身后半搂着对方 以防颠簸坠地 但不过实力的山路 此刻嗷广却走得晃晃悠悠 这让你们二人 不自觉地有了肢体接触 嗨嗨 你是清兰宗的吗 你有些心虚地挺直 身子向后错了错 为前辈话 小女乃是清兰宗圣女 落魄至此是因为 遭了小人算计 请前辈放心 小女调息一日后便会离开 绝不会打扰到你 此刻的云浅浅胆战心惊 因为她这时候 才发现身下这匹马 周身竟散发着浓郁的灵气 鼻息之间 更是传出阵阵龙吟 像极了传说中的神兽白龙 还有一旁在田野里 撒欢打砖的那只大狗 她的双眸看起来虽然睿智 但与之对视后 便会让人陷入无边黑暗当中 神志不清 那浑身上下透露出的邪气 让人靠近三米内 便会五脏翻译 简直跟宗门秘点 山海经中的穷奇一般无二 想到这些云浅浅 顿时浑身瘫软了下来 全已在你怀里 云姑娘你叫我沐青就行 我只是个普通人 这时云浅浅一个机灵 她突然感觉 臀部好像被什么东西割了一下 云浅浅顿时思绪万千 前辈修为如此强横 却一再强调她是普通人 这是在暗示我要红尘练心 以凡人之字争渡事件 好的 那我就斗胆叫你沐公子吧 而听到这话的云浅浅 却是重重咽了一口唾沫 心里暗自庆幸自己失去 能让前辈与兄弟相称的武器 必然是无比强大的 若刚刚前辈要是出手的话 那自己肯定是食死无生 云小姐你病得不轻啊 我们加快行程吧 前面有条小溪 可能会有些颠簸你抓紧点 闻言云浅浅乖巧地点了点头 好的沐公子 可下一秒她便瞪大了头目 此刻只见一条恍若 天倩般的大河横灌两岸 昏黄的泥沙混杂着 惊涛骇浪滚滚激荡 单单就这一口黄泉 便足以杀死曹凡进的高手 怒公 云浅浅话都还没说完 只听身下一声龙音响起 这万寝波涛瞬间停息 随后白马一个飞跃 转瞬之间变到了大河对岸 此刻云浅浅整个人都骂了 没想到他眼里的刀山火海 在你这境宛如平野 穿过河流不到片刻 你带着他便回到了所住的村落岛中 田笼上庄稼生长 前辈 不用麻烦了 这点小伤没问题的 我可以自己去院子 云浅浅淡淡笑道 行吧 那一回见 对了 院子简陋别嫌弃 话若你便转身朝着后山走去 而云浅浅则是迈步朝着你的院子走去 院子并不大 只是简单地用树枝为了个礼吧 里面有着一些家禽 正慢悠悠地吃着食物 但这时的云浅浅 却是猛得倒吸一口凉气 翘脸上满是震惊 只见院子之上的虚空 竟然都在扭曲 此地灵气究竟浓郁到了何种地步 这哪里是什么破院子 分明是一座神仙洞府 云浅浅心脏砰砰直跳 要是能留在前辈身边该多好啊 哪怕只是当个端茶道水更衣洗脚的丫鬟 这样自己留在这修炼个三五年 还不得突破原因期 修士的境界分为助击养神经丹原因 超凡入圣合体大成瑞便等境界 云浅浅天赋极强 短短十几年就修炼到了经丹期 因此被尊为青蓝宗圣物 可惜被昔日道理堂次暗算抽取一身精血 就连几品盗骨也被挖走了 现在已经跌落到了养神经 如果再跌到助击期那就真的没底 修仙世界弱肉强食 青蓝宗也不可能养一个废物 希望前辈能够治好我的伤 云浅浅摇了摇头 迈进了院子里 而就在这一瞬间 院中的家禽全部都扬起了头 目光集中到了云浅浅身上 一股无上威压顿时朝他扑面来 云浅浅当即眼前一黑 口吐鲜血 到心更是直接崩溃 这是什么院呢 这是什么佳琪 如此威能 恐怕顶级神兽也不外如是 要知道顶级神兽都是 遨游虚空受到朝拜 现在竟然被沐青 当成佳琪一样养在院子里 云浅浅捂着胸口冷汗淋漓 难怪前辈要人带我入院 如今看来还是我太拖大自信了 他满脸羞愧 本想展露一下自己的坚定意志 没想到脸被打得啪啪响 因此云浅浅站在院子外面 再也不敢进来了 而院子里此时也是乱成了一国重 本在打盹的老牛直接双眼一蹦 你们这群白痴凤凰 找死吗这是 那小丫头可是主人带回来的 完了 公保鸡丁辣子鸡黄闷鸡一个都跑不了 文言刚才威风凛凛的家禽 顿时鸡飞狗跳 操啊 老三你闯祸了 刚才就你释放的气息最大 操 我怎么知道这小丫头 连老子一万分之一的气息都挡不住 你白痴吗 没看到那小丫头身受重伤啊 这下玩犊子了 今晚主人肯定要加餐凤凰肉 几只白毛母鸡嗷嗷奔跑 整个院子乱成了一团 就在这时 只见你哼着小曲走了回来 手里还抓着几株草药 怎么不进去 看到云浅浅站在院子前 你诧异地问了 晚辈实力低微 竟不得前辈动 云浅浅站站兢兢地回忆 文言你摇了摇头 这女人漂亮是漂亮 但好像脑袋不太好使 穷讲究 进去吧 你朝着她说完便迈不到了院子 见状本来里面几只乱跑的白毛母鸡 瞬间就像中了定身法一样僵在院底 云浅浅一咬牙也跟了上来 此刻她这才看清那几只母鸡的模样 只见她们羽毛之上蕴含着七彩流光 眼神如电 嘴角还不时冒出火星 云浅浅再细细看去 差点没被吓得当场晕倒 那哪里是火星 那玩一分明示号称 可以焚烧空间的凤凰猿火 再往远处望去 趴在地上打盹的烙鸥 这句话落下 光荡一声 那只恐怖的牛魔直接翻身倒地 口吐白毛 白毛母鸡也是塞在一起 瑟瑟发抖 云浅越咽了口口水 神色不由地变得激动起来 这种神兽的血肉 但凡吃一口 怕是自己都可以直接飙升到超凡入圣境界 突然间 云浅越醒悟了过来 不对 前辈高人每一句话 每一个行为都必然带有深层含义 我不能光看表面 前辈知道我身受重伤 需要灵气滋补 却在此时要给我吃神兽肉 这是考验 面对如此诱惑 如果到心不坚 必然会被前辈高人嫌弃 我之前已经错了一次 这次不能一错再错了 想到这里 云浅越坚定地摇了摇头 晚辈吃醋 那好吧 李牧也没有坚持 他扫了云浅越玲珑凹凸有致的身材 微微点头 果然 再漂亮的女人 对于减肥这方面还是同样的切而不舍 他笑着说道 吃素也行 我煮了粥 一会尝尝 云浅越心头一震 果然是考验 他躬身道 是 前辈 想要成为前辈的侍女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每一件事必须深思熟虑才可进行 李牧带着云浅越走进了屋子 瘫倒的老牛一咕噜爬了起来 瑟瑟发抖的白毛母鸡也都松了一口气 好险 差一点就被主人给剁了 大家演技不错 继续保持 半君如半虎 一点也没错 都别装了 吃饭的吃饭 睡觉的睡觉啊 嘀嘀咕咕之后 整个院子再度恢复了平静 第四章 李前辈的境界 寒舍简陋 随便做 李牧放下了草药 云浅越点了点头 然后扫了一眼 屋子里的陈设很简单 只有一张床 一张桌子 四个木头凳子 以及一堆份叉 扫把什么的 等等 云浅越瞳孔一缩 那份叉表面看上去破破烂烂 但是通体刻着无比玄奥的花纹 叉头顶端 还有水系导则流动 这分明是一把极品的盛起啊 宝物分为人籍 地籍 天籍 皇籍 圣籍 神籍 至尊籍 不光是份叉 那些扫把也是同样 周身导则流淌 充斥着各种烽火雷电元素之力 我懂了 云浅越掩路明雾 我们太纠结于宝物的外形 以及皮像 真正的宝物 却是反扑归真 洞悉天地原相 不愧是前辈 眼界早已超脱天地 我远不如 从云浅越进入山村到现在 不过短短半日时间 他的心境和意志 就得到了翻天覆地一样的变化 就在此时 一股玄傲的天地波动 在云浅越体内凝聚盘旋 最终化为了一颗跳动的心脏 道星重生 他在进院子的时候 道星被白毛母鸡的气息给震碎了 没有道星 修道之路等于彻底断绝 云浅越本来已经绝望了 没想到 现在道星竟然又重新凝聚了起来 重聚的道星通体透明 跳动强劲有力 极品道星 云浅越眼前一黑 上一次他是惊恐 这一次他则是开心 道星分为下品 中品 上品 极品 和神品五等 等级越高 道星带来的好处就越多 不但可以增强天赋 提高修炼速度 还可以抵挡外界的迷惑 阻止心魔的诞生 之前云浅越的道星是中品 别小看中品道星 放在青蓝宗之内 也仅有宗主和唐寺等寥寥几人拥有 可惜了 云浅越没开心多久 就变得落寞起来 虽然凝聚了道星 但是他一身精血被抽干 道谷也被挖掉 无法吸收天地灵气 就算有极品道星 也是毫无用处 坐好 我给你疗伤 李牧将手中的草药 放在石墨当中碾碎 然后将研磨成粉的药草 撒在了白布之上 前辈 我的伤处 恐怕有些不便 云浅越脸 一下子红了 他伤在小腹丹田之处 那里有着一个血洞 正是原本道谷所在之处 但那里距离神秘花园 仅仅只有数寸 如果让李牧疗伤 岂不是等于给他占便宜吗 李牧眉头一皱 自己今天 还有很多任务没有完成呢 要是再拖下去 天都黑了 包不包扎 赶紧的 云浅越浑身一震 对啊 以李牧的修为境界 只要勾勾手指 九天玄女 神霄公主绝对会排着队 等待灵性 自己这样的雍之俗粉 他也不屑一顾 该死 前辈话中的意思应该是 笑我不自量力 竟然妄图诱惑他 我太笨了 心正则人正 心邪则人邪 前辈如此人物 又怎么会行不轨之事 我又犯错了 想到这里 云浅越神色变得清明起来 他解开了最后的遮掩 露出了一片血污的丹田 死 好家伙 谁这么残忍 李牧看着血肉模糊的丹田 眉头皱了皱 只见云浅越的丹田 已经被彻底挖空 干涸的鲜血凝聚成了一个血洞 丹田当中的血脉都已经干枯 除非有什么代替品 有了 李牧伸手一掏 拿出来了一截断角 这截断角之前 是那匹白马脑袋上长的 好好的马 脑袋上非常易捡 李牧猜想白马应该是生病了 毕竟人身体长个瘤子什么的 很正常 马也应该如此 折断下来的断角并没有枯萎 反而散发着淡淡一香 看起来十分不凡 所以李牧就留了下来 现在正好用上 他将断角放入云浅月的丹田之中 接续上血脉 然后将含有药草的白布盖在了伤口之上 硬 云浅月郊区微颤 神秘花园吐出了晶莹的水珠 就在此时 他感觉小腹丹田之处仿佛岩浆喷发 重新开始吸收天地灵气 哄 一股极为浓郁恐怖的气血之力 涌入四肢百骸 干涸的血脉 全部都鼓涨了起来 一瞬间 云浅月有着一种强烈的冲动 他翘脸飞红 浑身滚烫 体内伤势在气血之力的冲击下 彻底痊愈了 这还不算完 那股气血之力无比庞大 游走全身 一股金色的灵气 从云浅月瞳孔当中释放而出 原本已经倒退到了 助击镜五重的气息 开始暴涨起来 眨眼之间 就已经恢复了养神镜 养神镜一重 养神镜二重 养神镜八重 养神镜九重 强大的气息游走全身 极品到心随之呼应 气流回旋 渐渐化为了一颗拳头大小的金丹 云浅月傻眼了 他梦寐以求的金丹镜 就这样突破了 窗户之外 白马老泪纵横 我的龙脚 竟然给一个凡人女子吸收了 造孽啊 一旁的哈士 启用安慰的眼神 拍了拍白马 我说老龙 反正你现在也用不着 送给那小妞也不错 你没看出来吗 那小妞对主人有意思 说不定以后 我们可以多一个人宠 不香吗 白马咬牙切齿地说道 区区凡人吞我龙脚 千万别让我单独遇到他 否则 哈士奇见兮兮地说道 否则怎么样 那小妞万一爬到主人的床上 直接翻身做女主人 你有脾气 白马怂了 直接一路泪边去 李牧看着满脸运红的云浅月问道 感觉怎么样 云浅月不顾身体的异样 直接翻身跪在地上 前辈救命之恩 云浅月莫尺难忘 但愿今后做牛做马 才能偿还前辈的恩情 李牧一愣 至于吗 不就简单地包扎了一下而已 亏他还是青蓝宗的圣女 看来青蓝宗一定过得不怎么样 正好系统要自己加入一个修炼宗门 接集一下青蓝宗的穷人 看起来也是不错的 不必如此 举手之劳罢了 起来吧 正好我也有件事要你帮忙 云浅月浑身一颤 恭敬地回答道 前辈请说 我想加入青蓝宗 当个记名弟子也行 你看成吗 李牧小心翼翼地问道 啊 云浅月傻眼了 第五章 救你是金丹 李牧看过很多仙侠世界的 知道越是高等级的宗门 规矩越多 想要拜入顶级宗门 必须要经受层层考验 从出身 到修为 再到天赋等等 都需要上上之选 李牧这种一枚资质 二枚修为 三枚灵根的废物 根本不可能拜入任何宗门 好歹这个云浅月 也算是青蓝宗的圣女 自己好心给他包扎 虽然未必治好了伤势 但是凡事都讲究一个善缘不适 看着云浅月为难的样子 李牧心中一沉 如果不行 那就算了 他知道宗门的门规都很森严 动辄废宫处死 还是别难为云浅月了 看之前云浅月的样子 李牧也知道所谓的圣女 怕也只是好听的而已 过得属实有些惨 云浅月的确是吓到了 要知道 青蓝宗只是下品宗门而已 宗主也不过原因初期修为罢了 李牧是谁 能压制的一堆神兽屁 都不敢放的恐怖存在 以他的修为 用境界去衡量他 简直是对他的侮辱 至于加入青蓝宗 不是李牧配不配的事情 而是青蓝宗配不配了 虽然青蓝宗 也算是从上古流传下来的宗门 但是底蕴早已被掏空 就是下品宗门都勉强 宗门分为下品 中品 上品 级品 超品 圣品和审品七个等级 品级越高的宗门 底蕴和实力就越强 姿势体大 我需要回去和宗主说一声 云浅月小心翼翼地说道 哦 那行 麻烦你了 李牧点了点头 心中有些小失落 还是有些麻烦的 青蓝宗是他唯一的希望了 不麻烦 不麻烦 晚辈一定尽力而为 云浅月连连摇头 他考虑的不是李牧加入不加入的问题 而是李牧加入青蓝宗后 该是什么位置 处理好了 是青蓝宗崛起的希望 处理不好 恐怕世上再无青蓝宗 万一激怒了李牧 怕是院子里随便一只家禽 都足以将青蓝宗 灭个百八十回的 出了小山村之后 云浅月直接遇空而起 轰的一声 云曾惊爆 虚空之上已经多出了一道流光 云浅月就感觉胸中灵气翻滚 不吐不快 前辈苦心栽培我 我一定万死不辞 青蓝宗当中气氛凝重 青蓝宗主 我好心好意来求亲 云浅月不嫁也就算了 竟然逃婚 摆明了是看不起我悬空宗 今天不交出云浅月 青蓝宗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唐四淡淡地说道 青蓝宗主等人面色十分难看 唐少 浅月不是那样的人 请你宽限几日 带我们寻回浅月 询问一番给你答复如何 咦 本少的时间可是很金贵的 你们算什么狗屁 让我等我就等 唐四高傲地说道 态度无比的嚣张 根本没有将青蓝宗放在眼里 就在此时 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 不用等了 现在立刻马上丢滚 人影一闪 云浅月出现 浅月 你回来了 青蓝宗主等人顿时大喜 唐四却是眉头一皱 随即露出不屑的微笑 精血被炼 稻谷被挖 回来也是送死的 云浅月看着唐四 眼神杀气凛然 你这个畜生 毁我精血 夺我稻谷 我云浅月和你势不两立 此言一出 青蓝宗的人纷纷大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唐四哈哈大笑起来 本少是看你的稻谷还有些用 谁想到你不识抬举 那本少只好亲自动手了 既然你回来了 那本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虽然你修为被废了 但是本少还缺少一个事情 看你姿色不错 乖乖听话 少不了你的好处 否则 他面色猛的一沉 体内一股恐怖无比的气息 爆发而出金丹镜 青蓝宗众人面色大变 他们万万没想到 唐四的实力竟然这么强 要知道 就是青蓝宗主 也不过原音镜出七把了 就你是金丹吗 云浅月一步踏出 轰的一声 一股更强的气息爆发了出来 竟然也是金丹气息 什么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还有修为 唐四满脸震惊 自己亲手抽了云浅月的 精血和倒骨 他早就应该成为废人了 为何实力不减反增 云浅月大笑道 想不到吧 我被桃源之中的前辈所救 修为已经恢复了 唐四平静了下来 哼 就算你恢复了实力又怎么样 我可是有两块中品倒骨 你凭什么和我斗 他身体一晃 头顶浮现出了两团光芒 光芒之中 赫然是两块倒骨 只见倒骨之上倒则流淌 散发着淡淡的金色光芒 其中一块 正是云浅月的中品倒骨 两块中品倒骨 交相辉映 堪比上品倒骨 青蓝宗众人瞬间色变 金丹净实力已经很可怕了 现在加上两块中品倒骨 恐怕就是青蓝宗主 也不是唐四的对手 倒骨 我也有 云浅月同样身体一晃 头顶浮现出了一团光球 就在光球出现的刹那 龙吼震天 啊 唐四一声哀嚎 两块中品倒骨光芒静散 掉落到了脚下 他口中也是鲜血狂喷 在场所有人都震惊了 这 这是极品龙骨 真正的神龙之骨 只是一声龙吼 唐四的两块倒骨 直接废掉了 倒骨被废 宫体更是遭受重创 眨眼之间 唐四的修为就化为了乌有 成为了废人 只是一丝倒骨神威 就废掉了拥有两块中品倒骨的金丹强者 玄空中的人一阵大乱 抬着唐四 直接玉空离去了 哼 云浅月并没有斩杀唐四 对于一名修士来说 废掉修为比死亡更残人百倍 他要唐四常常被废掉的滋味 多亏了前辈的恩赐 我才能报仇血恨 今后但凡前辈有命 我云浅月必当万死不辞 云浅月在心中暗暗发誓 糟了 此时 清兰宗主面色变得难看无比 唐四是玄空宗主唐奥的独子 他被废掉了 恐怕玄空宗绝对不可能善罢甘休的 玄空宗乃是中品宗门 实力强大 唐奥更是原因巅峰强者 万一他要是杀来 我们可怎么办 云浅月一挥手 无妨 让我们一起去恭迎 清兰宗太上老祖前辈 第六章清兰宗主的震惊 太上老祖 什么意思 清兰宗主 以及几位长老面面相去 什么时候 清兰宗多出了一个太上老祖来了 一名长老咳嗽了一声道 浅月 你秀为恢复了 固然心血 但是太上老祖 已经作画数百年了 你说错了吧 云浅月摇头道 没有 我说的不是作画的太上老祖 而是桃园当中的神人前辈 他想要加入我们清兰宗 我推敲再三 决定以太上老祖对之 几个长老面头紧皱 浅月 别开玩笑了 一个山野散修 来当我们清兰宗的太上老祖 成何体统 就是 这简直是开玩笑 目前第一要务 还是想办法解决 玄空宗的事情为好 清兰宗主叹了口气 浅月 你秀为刚刚恢复 恐怕是神魂受到了震动 产生了太上老祖还活着的想法 还是好好休息一下 玄空宗的事情 本宗主来处理 看着清兰宗主 和诸多长老不相信自己的话 云浅月急了 宗主 长老 桃园之中 是真的有神人前辈的 他亲口对我说 要加入宗门 以他的修为 加入我们清兰宗 可是我们高攀了呢 万一让他加入别的宗门 到时候追悔莫及 看着云浅月激动的表情 清兰宗主等人 也都疑惑了起来 毕竟金丹修为 和极品龙骨 是绝对不会骗人的 难道桃园当中真有神人 如果真有神人 或许可解悬空宗之威 让我们去看看就知道了 清兰宗主考虑了一下 道 就由大长老和二长老 镇守清兰宗 我和浅月 三长老 四长老去一趟桃园吧 宗主都开口了 清兰大长老等人 自然也不反对 当下在云浅月的带领下 众人深化长红 向着桃园而来 五百里的距离 在修士的眼中不过咫尺 不到片刻 四人就出现在了桃园之前 清兰宗主玉空宁丽 注目观视着桃园 面露疑惑之色 这里风景的确不错 但灵气稀薄 平平无奇 真的有高人隐士在此吗 是的 云浅月很肯定地说道 清兰三长老笑道 宗主 既然都来了 不如进入看看吧 或许别有洞天也说不定 四长老接口道 是啊 有些隐士高人性格古怪 反而舍弃了洞天福地 隐居在寻常之处体悟 说不定这里也是 清兰宗主恍然大悟 是了 没错 是本宗主肤浅了 不管桃园之中的高人修为如何 光是救治了云浅月 让他获得了龙骨的手段 已经是恐怖无比了 清兰宗主越是琢磨 越是感觉 桃园在寻常之中 透入着不寻常 云浅月带着三人 顺着大道 进入到了桃园之中 并没有走之前 他闯入的地方 没有礼目带路 以四人的修为 怕是瞬间就会被震杀 云浅月可不敢再尝试一次了 大道之上 没有迷障 四人顺利地 进入到了桃园当中 一进入 眼前豁然开朗 鸟与花香 蝴蝶飞舞 孩童在花海当中嬉戏 一群农民正弯着腰 在田里忙着农活 他们举起了锄头 然后用力劈下 将泥土撕裂 那是 清兰宗三长老 突然尖叫了起来 他的脸上满是骇然 右手食指指着某个方向 不断地颤抖着 怎么了 三长老 清兰宗主以为出了什么事情 体内灵气按提 准备出手 三长老咽了口口水 艰难地开口道 你们看他们手中的锄头 不对 是法器 清兰宗主和四长老定睛看去 只见那几个农民手中的锄头 都隐含宝光 一锄头下去 不管再坚硬的岩石和泥土 都化为了粉末 我的天啊 自生道则 只有顶级炼器大师 才能打造出如此法器 只是可惜了 清兰宗主满脸遗憾 明珠按头 如此法器却用来锄地 宛如牛角牡丹 太过浪费了 如果将之打造成攻击性法器 清兰宗和聚玄空宗 三长老双眼一转 宗主 不如我们偷偷拿几个法器吧 反正让那些农民 也不敢说什么 这个提议 让清兰宗主心动起来 云浅月吓了一跳 宗主不可 你们想想 那位前辈 为何故意 将这些法器展露出来 清兰宗主浑身一颤 额头瞬间浮现一层冷汗 能够将如此法器 随便拿出来的前辈大能 手中必然有更加厉害的法器 要是让他知道自己偷法器 后果绝对很严重 浅月提醒的对 贪婪是原罪 如果我们把持不住 和玄空宗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云浅月笑道 宗主 长老 现在相信我了吧 清兰宗主和两大长老对视了一眼 默默地点了点头 现在他们心中 再也没有半分轻视之心了 这哪里是山村 根本就是前辈高人部下的炼心之地 心境变化之后 清兰宗主等人 再看桃园山村 又不一样了 每一块石头 每一株草木 都是大道 清兰宗主等人的腰 也越来越弯 神态也越来越恭敬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院子之前 还未靠近 他们就看到一个清山少年 正在煮一锅舟 云浅月三步并坐两步冲了过去 对着清山少年鞠了一躬 前辈 李木抬头 看到了那张绝美的面容 微微一笑 是你啊 怎么又回来了 云浅月沉声道 晚辈这次带了我清兰宗主 和二位长老过来 想要前辈请前辈出山 但让我们清兰宗的太上长老之位 不知前辈意下如何 说话之时 清兰宗主和两大长老 也都走了过来 他们大气都不敢喘 一个个老实的不行 虽然他们看不出 李木有什么特殊之处 可越是如此 他们就越惊疑 看不出特殊 要不然就是李木 是个什么都不会的普通人 这明显是不可能的 那就只有一个原因了 李木的修为 已经强到 他们都看不穿的地步了 很多强者名为隐士 但是一身气息 却是强横的不行 但是李木却是气息如常 仿佛一个普通人 可他身后的院子 之上的空间 却隐隐扭曲 能够在这种地方生活的人 普通 开什么国籍玩笑 清兰宗主和两大长老心中 只有一个念头 此人 太可怕了 第七章 前辈真的生气了 太上长老 李木愣住了 他本以为 自己会当个什么 记名弟子什么的 都勉强 太上长老是什么鬼 不过李木并没有说什么 反正也是为了 完成系统给的任务 什么身份并不重要 他没有说话 云浅月却是心中一沉 坏了 自己事情半杂了 前辈好像有些生气 说起来 清兰宗太上长老的身份 听起来十分高大上 但明眼人都知道 这不过是一个虚执罢了 毕竟清兰宗有宗主 有长老 有核心弟子 啥事也轮不到 太上长老来插手 云浅月额头见汗 一瞬间 他想了很多 甚至云浅月怀疑 这根本就是李木 给他的考验 看看自己的办事 能力怎么样 云浅月从来 没有这么绝望过 甚至比被唐寺追杀 还要绝望得多 而此时 一道机械的声音 在李木脑海之中响起 特殊任务完成 触发传承任务 各培养一人 成功者可获大神通 看着任务提示 李木一下子激动起来了 修行 系统终于不再让自己 去浇水养鸡了 据李木所知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被誉为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巴雅 没想到这系统 还是个文化人啊 他暗暗地嘟囔了一句 不过随即 他眉头又皱了起来 对于巴雅 他只是粗通了解罢了 他自己都是一只半姐 还培养别人 这不是开玩笑吗 好在这几年的时间之内 李木或多或少也接触过巴雅 看来只能一边自己学习 一边教人了 他眼神一转 看着惶恐不安的云浅月 萌发奇想 自己窝居在这个小山村 见面的都是淳朴的农民 要他们种田耕地可以 继承巴雅之树 还是算了吧 但是云浅月不同 他出身正宗的先门 虽然性格上有些问题 但是对于巴雅 应该有所涉灵 不如从他发展最好 李木一直在沉思 云浅月却是越想越怕 前辈好像真的生气了 他双膝一软 跪倒在了李木面前 也不说话 株类大颗大颗地低落下来 后面的青蓝宗主 和两大长老 看到云浅月如此 也顿时吓了一跳 他们以为 李木是怪罪云浅月呢 前辈 浅月并非是 故意惊扰前辈清修的 请你恕罪 是啊 前辈如果生气 我们这就离开 如果不消气 我们可以挖去双眼 割掉口条 绝对不会透露前辈行踪 李木莫名其妙地 看着青蓝宗主三人 这些修行的人 的确是有毛病 动不动喜欢自残 看来自己留在小山村 没事微微积压 教导一下学生 是最明智的选择了 都起来吧 李木随意地挥了挥手 是 云浅月和青蓝宗主等人 战战兢兢地站了起来 他们眼神游离 既想察言观色 看看李木的神色变化 又不敢妄动 毕竟以李木的修为 怎么可能注意不到 他们神色的变化 本来就已经惹到了他生气 再来个大不敬 怕是几个人 都要交代在这里了 李木看着云浅月道 你会弹琴吗 云浅月茫然地道 不会 下棋呢 也不会 书画 十九 种花 泡茶 啊 云浅月一脸尴尬 李木所说的 是修士十分比试的 低俗之术 人人追求的是 翻江倒海 撕天裂地的恐怖神通 下棋 弹琴 能斩杀敌人 开什么玩笑 看到云浅月什么都不会 李木也是心中哀叹 果然想要找个传承者 不是很容易 看来还需要想别的办法 云浅月不是说 要自己当什么太上长老吗 或许可以答应下来 以后靠着这个身份 寻找有缘人 你刚才不是说 让我当什么太上长老 我答应了 什么 前辈答应了 云浅月差点跳起来了 李木竟然答应了 也就是说 刚才自己完全是想多了 该死 前辈怎么可能是心胸 那么狭窄的人 云浅月呀 云浅月 你就不能聪明一点 多去思考一下前辈的话吗 唉 真是笨蛋啊 云浅月在心中骂了一遍又一遍 此时 周相肆意 令人食指大动 你们来得正好 周好了 都喝一碗吧 李木取来了四个碗 放在了桌子上 他打开了锅盖 顿时七彩霓虹闪耀而起 一股宛如实质的灵气 扑面而来 青蓝宗主等人 就感觉浑身毛孔都在欢呼 被震惊地说不出话来了 这 这哪里是周 分明是天才地宝 仅仅是气息 就让我的境界为之松动 要是喝一口 怕是可以直接突破境界了 机缘 这是前辈赐予我们的机缘 青蓝宗主和两大长老 激动得浑身发抖 一言不合就给机缘 前辈的层次果然很高 至少有33层楼那么高 青蓝宗主等人激动 李木却是暗自叹息 都说休士口吞天才地宝 拿云吃物 面对一锅白粥 却如此激动 看来还是穷怕了 他将白粥倒入碗中 然后推到了青蓝宗主等人的面前 随便弄的 将就着吃吧 都饿了吧 还别说 在这个山村当中 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动手 所以李木也练了一手厨艺 别小看只是白粥 要想将白粥熬得好吃 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云浅月和青蓝宗主四人 战战兢兢地端起了碗 低头一看 差点直接吓得晕死过去 只见白粥散发出了淡淡的雾气 寻常白粥散发的雾气散了也就散了 但是他们手中的白粥雾气 却是凝而不散 宛如海市蜃楼 不断地变化着 青蓝宗主四人对视 就算是傻子 也知道手中的白粥 堪比真正的神丹妙药了 他们一个个满怀激动地 将碗里的粥喝下 一滴都没有浪费 连同云浅月在内 四人不顾形象 在碗里一阵狂舔 前辈赐予的灵药 但凡没舔干净 都是对前辈的不尊重 看着四人的样子 李木又是一阵叹息 这是饿了多久了 至于吗 突然之间 四人的身体猛地颤抖了一下 七窍当中 喷出了丝丝的热气 身体 我的身体 好热 要突破了 第八章不好意思 我也是 青蓝宗主就感觉体内气流如龙 贯穿四肢百骸 暗藏的伤势瞬间愈合 他在突破圆阴镜的时候 遇到了一些意外 导致卡在圆阴初期数年之久 本来青蓝宗主都已经绝望了 现在 突破之时 那种宛如火山喷发的感觉 流淌全身 啊 一声怒吼 青蓝宗主的气息 从圆阴初期 一直飙升到了圆阴中气 不到五个呼吸 再度突破 圆阴后期 连续突破了两个小境界之后 青蓝宗主体内的灵气 依然还有残留 一鼓作气之下 第三次突破 圆阴巅峰 而且 不光是青蓝宗主 三长老和四长老也是同样 浑身气息如山如海 不断暴涨 也分别突破到了圆阴巅峰 只是因为 他们还没有领悟真正的道则 所以 体内的灵气 虽然超过了圆阴巅峰 却没有突破超反境 不过 等到他们回去闭关领悟一道道则 自然就可以突破 其中进步最大的 还属云浅月 他才获得龙骨 一路暴冲到了金丹境 现在在喝下药粥 龙骨之力再度被激发 体内金丹轰然炸裂 一个小小的云浅月 在丹田之内出现 碎丹成阴 正是圆阴境的标志 云浅月 青蓝宗主 以及两大长老 彻底震惊了 这哪里是白粥 这是老天追着喂的饭 太逆天了 等等 刚才李牧好像说是随便煮的 青蓝宗主浑身一抖 面露无边尊敬 高人啊 这是真正的高人 只有真正的高人 才能将大纪元 藏于如此随手之物当中 轻描淡写之间 让他们直接达到了 别人苦修数年 甚至数十年的地步 太恐怖了 锅里好像还剩下一点粥 云浅月 青蓝宗主 以及两个长老的眼中 冒出了一丝火热 如果再吃一碗 应该会更厉害 李牧接触到了四人的目光 面色不由的一变 好家伙 这是恶极了 粥都让他们吃了 自己还吃个锤子 不行 这几个人不能留下来 不然自己好不容易攒下来的东西 都给他们霍霍了 想到这里 李牧决定赶人走了 嗨嗨 粥也吃了 你们应该还有事吧 我就不留你们了 青蓝宗主四人微微一惊 面露黯然之色 同时心中也生起了一股愧疚之意 前辈赐予自己神粥 自己却生出了贪婪之意 属实有些不该 刚才那句话 颇有点醒自己的味道在里面 云浅月更是骂了自己一句又一句 说好的 要仔细思考前辈的每一句话 结果面对神粥 自己又迷失了 看来修行之路 任重而道远了 想到这里 云浅月叹了口气 前辈 那我们就告辞了 如果以后有事 我们还能来吗 说最后那句话的时候 云浅月的语气有些颤抖 身后的青蓝宗主 和两大长老 也都面露紧张之色 如此宝地 来一次就让自己突破了几个小境界 要是多来几次 就是语化登仙 也未必没有可能 自然是可以的 我现在怎么说 也是青蓝宗的太上长老了 有空就可以来 我可以教你画画写字 是 前辈 云浅月躬身道 随后几人就告辞了 虽然没有进入院子 但是喝了一碗神粥 也足以让青蓝宗主等人被震舍了 浅月 没想到你福音如此深厚 竟能寻得如此前辈高人 乃是你的福气 一定要好好把握 青蓝宗的未来就靠你了 青蓝宗主用温和的眼神 看着云浅月 三长老兴奋地说道 以那位大人的手段 就是手指缝里面露一点 我青蓝宗也绝对原地起飞了 何止啊 要是能多喝几碗神粥就好了 还用得着苦修吗 四长老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 就在此时 虚空当中飞出了一道青蟒 落到了青蓝宗主的面前 青蓝宗主伸手一抓 面色大变 不好 宗内出事了 四人急忙生化青蟒 消失在了云端 青蓝宗当中一片哀嚎 大长老和二长老满身是血 住着半截断剑 单膝跪地 眼中满是愤怒 在他们的面前 虚空站立着一个 浑身缠绕着强大气息的中年人 说 是谁伤了我的儿子 我要将他扒皮抽筋 练魂洗破 生不如死 此人就是玄空宗的宗主 唐奥 也就是唐四的父亲 此刻他满脸都是杀气 阴彻彻地看着青蓝宗 原因后期的威能 无人可挡 你说 唐奥指着大长老道 大长老冷哼一声 强硬地说道 不知道 嘴还挺硬 唐奥随后一挥 大长老一声惨叫 口中鲜血狂喷 被轰飞出了七八十丈 大长老 可恶 玄空宗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青蓝宗的弟子 一个个义愤填膺 想要攻击 但是在唐奥面前 无用 原因巅峰的气势一放 所有的青蓝宗弟子 都被镇压在地 再也不交出 伤害我儿的凶手 今天本宗主 就血洗整个青蓝宗 眼看屠杀将起 四道青芒急射而来 正是及时赶回的 青蓝宗主四人 他们看到青蓝宗的惨状 顿时怒火中烧唐奥 你太过分了 是位一代宗主 既然粽子行凶 还欲回我青蓝宗 青蓝宗主愤怒地说道 呵呵 弱肉强食 这是不变的真理 玩天赋超群 屈你一块稻谷 有什么稀奇 倒是你们 唐奥冷冷地说道 将我儿子打伤 就让云浅月 先将几品龙骨 交出来给我儿子 然后再嫁给他 好好地服侍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否则今天我就血洗青蓝宗 狂傲的姿态 让青蓝宗主等人 更加愤怒 云浅月更是怒合出声 让我嫁给唐四 休想 很好 本宗主就知道 你们会拒绝 也罢 那就用实力说话吧 只见狂风四溢 恐怖的气压 弥天而来 一道虚影 出现在了唐奥的身后 原因近九重天 微能彻底爆发开来 顿时整座青蓝宗 都为之颤抖 大地撕裂 大片的碎石 从山峰之上落下 在本宗主面前 你们不过是搂一把了 唐奥淡淡地说道 青蓝宗主突然狂笑了起来 一股同样狂暴的气势散发开来 原因近九重天吗 不好意思 我也是 第九章一字禁灵 哄 气势对撞 汗天动地 唐奥呼吸一致 面色大变 原因近九重天 不可能 据他所知 青蓝宗主不过是原因初期 而且还是受伤的状态 可是现在 和自己分庭抗礼的气势 分明是原因近九重天 没错 唐奥整个人都傻眼了 但是这还不算完 只见青蓝宗三长老喝道 小看我青蓝宗 让你尝尝厉害 轰的一声 他也爆发了气势 原因近九重天 随后 青蓝宗四长老 也同样爆发了气势 又是一个原因近九重天 三个原因近九重天的气势 混合在一起 唐奥用出了吃奶的力气 也挡不住 直接一口老血狂喷出来 他满脸失神 口中喃喃地说道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你们 如果说青蓝宗主 是原因近九重天也就罢了 集合一宗之资源 勉强也可以说得过去 但是区区两个普通长老 竟然也是原因近九重天 什么时候 原因近九重天的修士 开始批发了 哈哈 想不到吧 唐奥 我们经过了太上老祖的指点 现在都是原因近九重天了 青蓝宗主看着唐奥吃惊的表情 心里别提那个舒坦了 你不是狂吗 你不是傲吗 仗着自己是原因近九重天 就目中无人 现在怎么样 傻眼了吧 青蓝宗太上老祖 这不可能 唐奥尖叫了起来 青蓝宗成立才几年 哪有什么太上老祖 开什么玩笑 哼 我家太上老祖 就隐居在桃源仙境之内 想不到吧 唐奥 你玄空宗作恶多端 今天我青蓝宗就提天行道 将你彻底铲除 青蓝宗主一声呼吓 合并两大长老 将唐奥围在了中央三人 将气势催至顶峰 准备打出惊天一击 呵呵 的确是让我有些意外 但是你们以为我唐奥 是那么容易被人杀掉的吗 那就真是太天真了 唐奥冷笑一声 挥手之间 从怀中取出了一柄黑色的小剑 那柄小剑散发出诡异阴森的气息 一看就不是正道之物 只见唐奥咬破舌尖 喷出了一口精血 黑色小剑吞噬到了唐奥的精血 猛然变成了一把三尺的长剑 唐奥抓住黑色长剑 横扫而出 黑色剑芒 无视青蓝宗主等人的气势 直接攻向了三人的本体 噗 青蓝宗主和两大长老同时口喷鲜血 他们体内有着一股可怕的剑气 在疯狂撕扯经脉 仅一剑 三大猿鹰镜九中天的强者就落败了 好可怕的剑 至少是超频法器 此剑阴森诡异 似乎是鬼道之物 为何唐奥会有这样的可怕法器 青蓝宗主三人面色大变 哼 别以为你们突破到了猿鹰镜 就可以和我斗 还差得远呢 唐奥气喘吁吁地说道 这把鬼剑 还不是他现在能够驾驭的东西 仅仅是一剑 就吞噬了他体内超过三分之一的精血 但也足够击败超凡境的强者了 若是全力催动此剑 就是入圣境的强者 也可以屠戮 准备好迎接死亡了吗 唐奥道 此时云浅月冲了出来 你敢动手 我青蓝太上老祖不会放过你的 他可是有大威能的 哦 是吗 那我就先杀你们太上老祖 再来吐你们 唐奥面露宁笑 随后掐动法掘 锁定桃源仙境 找到了 就藏在那个小山村当中吗 他伸手一招 虚空当中露出了李牧的身影 在画面当中 李牧正在铺纸 似乎是要写字 不要 太上老祖不是你能触碰的 快住手 云浅月大声地叫了起来 哈哈 本宗主有何不敢 就让你们亲眼看着他被斩杀 唐奥口中念念有词 然后又是一口精血喷出 吞噬了三分之一的精血 黑色鬼剑飞了起来 直接玉空离去 鬼剑在天际突出了一道黑色电芒 向着桃源仙境坠落下去 就在黑色鬼剑 接近桃源仙境千丈之处的时候 哄 一声惊爆 黑色鬼剑炸了 什么 唐奥看着画面当中的景象 直接傻眼了 这是怎么回事 那是超频的鬼气 就是入圣境的强者 也可一箭斩之 就这么炸了 还没等到他反应过来 法咒反噬 噢 唐奥抱着脑袋惨叫了起来 蹊跷当中鲜血狂喷不已 他满脸惊恐地看着画面当中桃源山村 没有任何法器的波动 也没有触动任何阵法 也就是说 是桃源仙境散发的气息 将超频的鬼气给震爆了 气息都如此强悍 里面锁住之人到底有多么恐怖 用脚趾头想也知道 不 不 唐奥彻底慌神了 自己竟然惹到了不能惹的存在 他哪里还敢逗留 直接一溜烟地跑掉了 不愧是太上老祖 青蓝宗主满脸赞叹地说道 他的实力已经到了自成世界的地步 也就是说他拥有自行制定规则的能力 别说区区超频鬼气 就是圣气也休想撼动他半分 在赞叹之余 唐奥凝聚的画面并没有消失 反而继续存在着 云浅月突然道 太上老祖要写字了 众人心神一宁 注目看去 果然 画面当中的李牧将一张上好的宣纸铺后 然后拿起了一支毛笔 沾满了墨汁 沉吟了一下 在纸上写下了一个字 一 自成之客 虚空洞开 方圆万里之内 灵气一扫而空 咦 灵气怎么突然消失了 奇怪 灵气真的消失了 怎么回事 无数修士面带惊恐 茫然地看着四周 云浅月就感觉身体一沉 体内灵气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而青岚宗主和两大长老体内的鬼剑剑气 同样轰然炸裂 消失无踪 一字 禁灵 好 好恐怖的字 纵然相隔五百里 我依然能够感受其中之可怕 青岚宗主默默地咽了口口水 云浅月浑身一抖 师生惊呼起来 啊 我又错过了 之前李牧曾经问他 会不会琴棋书画 但是云浅月表示自己都不会 当时李牧已经透露出了 想要教导云浅月一项技能的意思 可云浅月那会 哪里会在乎这些被称为俗迹的玩意 也没有在意 现在看到李牧一字禁灵 云浅月满脸都是懊悔之色 不行 我要再去桃园 请求太上老祖教我 第十章再上桃园 禁灵的时间很短 呼吸之间 桃园山村方圆万里之内 再度充满了灵气 诸多修士也都平静了下来 天道无常 偶尔出现点异象 也是很正常的 不是吗 只有云浅月和青蓝宗主等寥寥几人 才知道这是出自李牧的手笔 一字禁灵 这是只有传闻当中的仙人 才能够做到的事情 因为仙人长天道 自然可以控制灵气 而李牧更可怕 只是随手写了个一字 就让万里灵气竞绝 比仙人还强的存在 这个念头刚刚升起 就被青蓝宗主等人斩灭了 哪怕是想也是对仙人的亵渎 蹊跷喷血的唐澳一路狂奔万里 回到了玄空宗之中 一回来 他就一头扎到了后山境地 没有本宗主的命令 谁也不许靠近 否则杀无赦 疯狂的嘶吼声在虚空回荡 玄空宗的弟子一个个面面相去 眼路距异 黑暗的空间当中 唐澳双膝跪地 在他的面前是一幅画 奇怪的是 画上没有花鸟鱼虫 只有一个黑有有的洞 尊使救命 只见那幅画中的黑洞 诡异的黑色气流 气流句话成为了一道人影 鬼剑被毁 精神重创 是谁干的 唐澳拼命摇头 我不知道 废物 诡异人影冷哼一声 双眼亮起了诡异光芒 唐澳如遭雷击 直接被轰飞摆杖 口中鲜血狂喷 但是他身知尊使的可怕 当即手脚并用 宛如狗一样地爬了过来 趴在地上瑟瑟发抖 属下真不是故意的 请尊使息怒 哼 若非本尊使还有事情要你做 此刻你已经被我抽魂炼破 成为傀儡了 神秘尊使冷哼道 罢了 七星连珠之日就快要到了 那至关重要之处将要开启 此刻本尊使没有余力 去处理你的小事 限你在十日之内 将方圆万里全部控制 否则后果你是知道的 唐澳浑身猛地一抖 面色更加惊恐 当的一声 又一把鬼剑落到了他的面前 这把鬼剑通体有黑 剑柄之处 还有一个白色骷髅 散发着可怕的光泽 唐澳光是看着 就感觉自己的灵魂都要被吸入 好强的剑 这把鬼剑 不知道比之前自己那把 强上多少倍了 机会只有一次 你自己把握吧 如果再失败 你也不用回来了 神秘尊使说完 身影化为一团黑雾 消失在了画中 唐澳伸手抓住那把鬼剑 一股黑色气流 从鬼剑当中窜出 将他身体包裹 随之气息不断暴涨 直接突破了原音镜 达到了超凡镜 片刻之后 阴森恐怖的笑声 从唐澳口中发出 清兰宗 你们等着吧 报 天火宗一夜之间 鸡犬不留 从上到下被杀得干干净净 八神府也是同样 一夜之间 全部都死了 要知道 八神府主 可是原音中期的强者了 是玄空宗干的 唐澳纠集了十八个魔道宗门 成为了魔道联盟 对我正道展开了大屠杀 清兰宗之内 清兰宗主 四大长老 还有云浅月面色沉重 他们没想到 唐澳被打伤之后 不但没死 反而实力大增 甚至达到了超凡境 还统一了方圆万里之内的魔道宗门 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魔道联盟 自号魔师 魔道联盟在短短数日之内 一连摧毁了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势力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不服者全部屠戮一空 绝不留活口 一时间 方圆万里之内的各大宗门 变得风声鹤唳起来 看来唐澳的背后 肯定有魔道大能支持 不然 他可能变得如此强大的 大长老陈生道 二长老接口道 以魔道联盟推进的速度 怕是很快就会攻击我们青蓝宗 如今加入魔道联盟的 已经超过了三十个宗门 光是元英镜的强者 就超过了五十个 金丹镜更是有数百之多 而我们青蓝宗 他的话没有说完 但是意思 大家都懂 青蓝宗抵运前的可怜 如果魔道联盟真的攻击过来 他们根本挡不住 此难恐怕只有太上老祖可解了 三长老陈生道 面对五解难题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李牧了 那太上老祖真的那么深 大长老眉头皱了一下 这可是魔道联盟 数万修饰的攻击 个人的实力 在这种等级的压迫下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李牧再神 也不可能挡得住 云浅月脸上 露出了绝对的尊敬表情 大长老 您不了解太上老祖 他可是真正的仙人 旁人无法解决的事情 在他眼中 怕是过家家罢了 唯一的问题 是他老人家不问世事 怎么能够请动他老人家出手 说到这里 云浅月豁然站了起来 宗主 看来还是要我亲自去一趟桃园才可以 大长老和二长老 一口同声说道 我们也一起去 青蓝宗主 三长老和四长老 去了一趟桃园仙境 回来之后 修为暴涨 身为大长老和二长老 结果修为 还不如三四长老 说出去 岂不是笑话吗 这 好吧 反正二位长老 去见见太上老祖也好 青蓝宗主沉吟了一下 毕竟李牧答应 当青蓝宗的太上老祖了 怎么说 也不至于怪罪自家的后辈吧 然后大长老和二长老 可以让青蓝宗的实力多增加一些 三人说走就走 直接深化长虹 向着桃园仙境而来 云浅月已经是第三次来了 他轻车熟路的 就进入到了山谷之中 看到了忙碌的农民们 哟 丫头 又来找小李了 一个农民直起了腰 对着云浅月笑道 是啊 大叔 我又来了 云浅月开心地招了招手 他身后的大长老和二长老 却是眉头紧皱 浅月 这就是你说世外高人所在的地方 对啊 云浅月点了点头 好像也没什么奇特的啊 大长老嘟囔了一句 三人顺着田梗 来到了李牧所在的院落之前 当大长老的目光 落到篱笆墙下的小草时 呼吸都停止了 这 这是 第十一章 老祖就是我的神 只见李牧院落的篱笆墙下面 稀稀拉拉长着几株小草 那些小草 有着三个叶片 笔质翠绿 这是极品灵草 青蓝宗大长老 对于草药颇有研究 在他眼中 那几株小草根本就是传说中的灵草 甚至在书籍当中 青蓝大长老 也没有见过如此极品的灵草 暴殿天物 真是暴殿天物啊 大长老气得锤足顿胸 在他看来 极品灵草就这么随意的栽种在这里 简直是对于炼丹一道的侮辱 要知道 培育一株极品灵草 是何等的困难 光照 水温 气温 湿度 每一项都要达到最合适的程度 如此才能给灵草 一个最好的生长环境 老祖 您回来了呀 云浅月正好看到了李牧回来 急忙跑了过去 恭敬的鞠躬 呵呵 来了呀 这二位是 李牧拍了拍白马 白马牵着哈士奇 自己走进了院子 找了个地方 打盹起来 看起来像是打盹 实际上 一群憨货正在暗中观察着青蓝宗大长老和二长老 怎么又来了个两个小虫子 拉低了主人院子的档次 小点声 被给主人听到了 我可不想被当成火锅底呀 云浅月道 这二位是我们青蓝宗的仙人大长老和二长老 二长老躬身见礼 但是大长老的目光始终锁定在极品灵草之上 李牧一愣 顺着大长老眼光看去 随后恍然大悟 哎 前几天刚拔了 怎么又长出来了 真是野火烧不见 春风吹又生啊 他摇了摇头 走了过去 伸手将小草连根给拔了下来 随后扔到了垃圾堆当中 这 那些草 能给我吗 青蓝大长老神色扭捏地说道 他双眼一直盯着极品灵草 猴头更是不断地滚动着 呃 你要 拿去就是了 正好我还嫌弃倒了麻烦呢 那几个家庭也没有吃草的 李牧无所谓地挥了挥手 野草而已 桃园当中到处都是 他心中暗叹 这些修行者太可怜了 连几株野草都这么珍惜 应该是穷怕了 既然自己当了青蓝宗的太上老祖 有责任照顾一下 青蓝宗大长老急忙冲了过去 小心翼翼地将那几株极品灵草捧在手心里 不好 药力再流失 灵草一旦被连根拔起 其药力是会很快流失的 造孽啊 青蓝大长老那个心痛 极品灵草纸存在于传说当中 每一株都是炼丹之人的心头宝贝 如此浪费药力 简直是拿着刀在刺炼丹师的心脏 他一咬牙 直接张口开始吃草起来了 灵草一入口 庞大的药力贯穿全身 大长老双目通红 体内宛如火山喷发 气息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飙升着 灵草果然是极品灵草 呜呜呜 想不到我有生之年 竟然可以吃到极品灵草 太香了 李牧眉头皱了几下 这家伙竟然吃草 不过他也知道修士多其人一事 偶尔出了个喜欢吃草的 也不奇怪 此刻院子里则炸了锅 卧槽 老牛 这货和你是同类爱 竟然吃草 放你娘的屁 老牛我又不是普通的牛 不吃草的 对了 说起来穷奇 那地方好像是你经常尿尿的地方吧 哈士奇昂起了头 眼中露出了一抹迷茫 被你这么一说 好像是我尿尿的地方 岂不是说那家伙吃的事 老牛 白毛母鸡 嗨嗨 大家嘴巴都闭得严实一点 别说漏嘴了呀 哈士奇咳嗽了两声 又开始装睡起来了 那老头子是青蓝宗的人 让他吃尿 多少有些不给李牧面子 所以死也不能说 院子再度恢复了平静 毕竟能在这个院子里生活的 都不是善差 有些人饿狠了 连屎都吃呢 吃点尿算啥 哄 青蓝宗大长老身体颤抖 体内的气息节节攀升 很快就飙到了原音境巅峰 只是碍于道泽没有凝聚 所以并未突破超凡境 老大你 二长老目瞪口呆地看着大长老 脸上满是悔意 这极品灵草也太神了吧 老大 那灵草还剩一点 能不能 二长老盯着大长老手中 仅有的三株小草 流着口水道 不给 老夫凭本是要的 死也不给 开什么玩笑 如此极品灵草 别说只是童宗长老 就是生死兄弟 也要翻脸啊 老大 你这过分了吧 吃毒食 糟天浅的 二长老怒了 糟就糟 我现在是原音境巅峰 你打不过我的 哈哈 大长老哈哈大笑 直接将剩下的几品灵草 塞入到了怀中 大有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 二长老直接老泪纵横 太无耻了吧 为了一点灵草 连几十年的兄弟之情都不顾了 啊 挤住野草而已 不用争来争去的吧 来 吃个水果 李牧摇了摇头 这些修饰太可怜了 刚好他散步的时候 顺手摘了几个没有完全成熟的水果 不如送一个给二长老 毕竟自己也不能太过吝啬吧 二长老的心思还在几品灵草之上 他哭丧着脸 接过了水果 一入手 他的呼吸直接停滞了 只见水果浑身晶莹如玉 内核当中还有一丝淡蓝色的水纹 盗则之果 二长老直接尖叫了起来 大长老凑过来一看 整个人都傻眼了 盗则之果 内涵天地最原始的盗则 吃下之后 不管天赋如何 都可以立刻领悟盗则 盗则是突破超繁镜必须之物 老二 你看刚才是我的不对 这样吧 我用三株几品灵草 换你的盗则之果如何 毕竟我就少一个盗则 就可以突破超繁镜了 你也不忍心 老大我辛苦这么多年没突破吧 大长老惨笑着说道 二长老狠狠地呸了一口 做梦呢 这可是老祖赐给我的盗则之果 死也不给 难道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都是假的吗 嘿嘿 老大 刚才你说的 宝物一出自此无兄弟 我现在只认老祖 老二你过分了呀 再来之前 两大长老对于太上老祖这四个字 还有些抵触 但是现在 老祖就是我的神 第十二章 我想和你学写字 两个年龄超过了一甲子的老者 为了几株杂草 一个林果 气得是面红耳赤 差一点就当场真人动手了云浅月 却没有拉架 因为他能明白 两大长老的心情 盗则之果 极品灵草 如此宝物 别说是青蓝宗 就算放眼方圆十万里 恐怕也找不到一株 但凡是个正常的修士 谁能面对如此宝物不动心 李牧一定是知道了他们的来意 为了应对魔道联盟 所以才赐予极品灵草 盗则之果 让青蓝宗提升实力 如此一来 云浅月反而无法开口了 李牧早就胸有成竹的事情 自己再去开口 这不是闹笑话吗 之前云浅月已经吃过不少次亏了 所以对于李牧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字都要斟酌再三 不会说话 就不要说话 不开口 就不会出错 李牧好奇地看着云浅月 这女人的确是个绝世美人 就是脑子有些问题 经常傻傻的 还喜欢自言自语 果然 老祖什么都知道了 云浅月浑身一颤 暗叫侥幸 幸亏自己刚才没有拖大开口 否则一定会给李牧看清的 他恭敬地开口道 老祖 我想和你学写字 你想学书法 李牧眼前一亮 他正为了这件事头疼吗 现在云浅月肯学 那是再好也不过的了 不过 自己也不能表现得太过高兴 引起云浅月的怀疑 嗨嗨 学写字 可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所谓自证则人证 要想有所成 必须要心静平气 端正姿态 持之以恒才可以 云浅月就感觉 李牧的话当中 含有无上大道 宛如醍醐灌顶 茅色顿开 隐隐之间 他感受到了一抹 不同寻常的感觉 正在浑海当中形成 那是道则之印 想要凝聚道则 就必须先正其心 心正道则自生 自己领悟的道 则可比吞噬天才地宝形成的道 则强太多了 李牧思考了一下道 这样吧 你先跟着 我写三字经吧 先写几遍 再学其他的 他随手折了一根柳枝 递给了云浅月 就用这个在地上写吧 以自然之物为比 以大地为止 老祖 这起点是不是定得太高了 云浅月大吃一惊 面露难色 李牧一愣 不就是在地上写几个字而已 这有个毛线起点 村里三岁小孩 不都是这样写的吗 主要是自己指太少了 不能给云浅月练手 云浅月话一出口 就知道自己又错了 老祖 对我期望这么高 我竟然还嫌弃困难 云浅月啊 你真是太不知好歹了 他急忙道 老祖 我会认真写的 好 你找个空地 写好了和我说 李牧点了点头 然后转头静止离去了 李牧一走 大长老和二长老也不争了 毕竟几十年交情 不至于真的翻脸 浅月 你快看手中的柳枝 大长老尖叫了起来 云浅月低头一看 只见手中的柳枝碧绿通透 还带着两个叶片 叶片之上 稻子凝聚 柳枝挥舞之间 竟是虚空扭曲 这是圣品宝物 二长老呼吸急促 宝物分为下品 中品 上品 极品 超品 圣品 神品 仙品以上 机缘 这是大机缘啊 有如此宝物镇压 区区魔道联盟算得了什么 大长老信心满满地说道 开玩笑 圣品宝物 每一个都拥有破碎虚空 镇压乾坤的恐怖威能 叶沙摩道联盟 不过翻手之间 老祖不愧是老祖 在我们看来无法可解的恐怖魔祸 在他的面前 不过是咸云小道罢了 格局啊 大长老忠心地赞叹道 浅月 你先别回去 好好跟着老祖学习 魔祸之事交给我们了 二长老信心满满地说道 有了道则之果 他就可以进阶到超凡进 那玄空宗主唐傲 也不过是超凡进 再加上青蓝宗 还有宗主和三大长老 几个原因巅峰强者 虽未必能够取胜 但是自保不难 至于云浅月学习 可是千载难逢的事情 必须留下来 呃 此地只有我和老祖两人 怕是 云浅月翘脸通红 孤男寡女 朝夕相对 干柴烈火 大长老挤了几眼睛 嘿嘿 浅月 你也老大不小了 有些事情该经历 也需要经历 二长老也道 是啊 拉近和老祖的关系 你懂的 云浅月的翘脸都要低血了 这两个老头子 竟然纵容自己 去魅惑李牧 但是李牧乃是神仙一样的人物 岂是说魅惑就魅惑的 大长老和二长老 这两个老不正经的 直接遇空就离去了 他们可还惦记着 怀中的极品灵草 和盗则之果呢 云浅月看着幽静的小院子 并没有进入 或者说 他可不敢善入 上次自己只是踏进去半只脚 就差点被那些神兽的气息震杀 现在想起来 还心有余悸呢 李牧只是让自己练字 也没有说 自己可以进院子 分明是对自己的考验 我一定要写出一番名堂 云浅月暗暗下定决心 他拿着柳支笔 都到了李牧指定的空地上 定了定神 开始写起了三字经 人之初 性本善 他心神集中 每一笔都宛如千军之重 隐隐之间 散发出了宛如剑气一样的灵力锋芒 此时 在万里之外 却是战火喧嚣 惨叫震天 手持鬼剑的唐傲一剑批出 对面的黑海宗主 牙子剧烈 他拼尽了全力催动灵气 但是在鬼剑之下 根本没有任何抵抗能力 直接被一剑劈成了两半 大骨的血水喷洒而出 宗主被杀 黑海宗长老和弟子再无斗志 全部都跪地投降 很好 这是第一百个宗门 只要再剿灭青蓝宗 就可以完成尊使的任务了 唐傲的眼中浮现出了浓浓的怨毒 哼 青蓝宗 我要你们死 他大手一挥 怒吼道 给我集合 调集全部的人马 随本盟主血洗青蓝宗 魔道联盟的修饰一起发出了震天的喊声 一股恐怖无比的杀意散发而出 惹起了飞鸟无数 第十三章 稳如泰山的青蓝宗 此时 在遥远的天际 一艘云舟正在云层当中穿梭 在云舟之上 站着一名绝美的女子 一袭青衣 眉目如画 皮肤雪白 气质更是高贵无比 脚步声响 一名背刀青年走了过来 躬身道 祈禀三楼主 最多还有两个石衬 就可以到青蓝宗境内了 嗯 青衣少女轻轻地点了点头 她的声音宛如百灵鸣叫 令人闻之心醉 青年面露不解 三楼主 我有一事不明 青衣少女轻笑道 萧云 你也跟了我很久了 有什么话就说吧 侍从萧云挠了挠头 犹豫了一下 三楼主 我不明白 现在大楼主和二楼主 正在为了上古遗迹的事情聚集力量 就是为了获取遗迹当中的宝物 但是明确 眼前的这名青衣女子 乃是珠光宝气楼的三楼主 而珠光宝气楼 也是统治方圆十万里的最强势力 位列超品 其底蕴之身后 就算是面对一些圣品宗门 也丝毫不虚 为了让珠光宝气楼永久地传承下去 前任楼主找来了三个继承人 分为担任大楼主 二楼主和三楼主 看看谁可以给珠光宝气楼 带来更大的好处 谁就将获得真正的继承人身份 青衣女子名叫慕容晴 正是珠光宝气楼的三楼主 你是认为青蓝宗不过区区一个夏品宗门 不值得我们去救吗 慕容晴淡淡地说道 萧云神色一震 属下不敢 我并不喜欢名利纷争 有战争的地方就有伤害 现在魔道猖獗 杀戮甚多 作为统治者 我又怎么可以视而不见呢 慕容晴扶着云州的栏杆 轻轻地说道 能就一个是一个吧 希望我们还来得及 看到萧云还想说话 慕容晴摆了摆手 你想说什么 我明白 大楼主和二楼主怎么样 我管不到 只要管好自己就够了 是 楼主 萧云满脸钦佩 如此悲天闽人 简直是九天仙女下凡 青蓝宗之中 宗主和四大长老 静静而立 魔道联盟大军 距离我们已经不过千里了 根据回报 他们足足有十万人之多 让他们来吧 老夫已经有些等不及了 正当五人商议的时候 突然有弟子冲了进来 启禀宗主 珠光宝气楼的三楼主 慕容晴来了 青蓝宗主和四大长老同时一愣 珠光宝气楼三楼主 他怎么来了 不知道啊 既然来了 不如出去看看吧 在青蓝宗主的带领下 五人一起玉空而起 准备迎接慕容晴的来道 此时云州渐渐接近 慕容晴也很清楚地看到了 青蓝宗的所在 咦 一点紧张的气氛都没有 难道他们不知道 已经大祸临头了吗 是从萧云看着无比平静的青蓝宗 面露吃笑 我可以说 无知者无畏吗 慕容晴也有些奇怪 按理说 青蓝宗不可能不知道 魔道联盟最后一个攻击目标是他们 既然知道 正常人的反应 要不然是惊慌失措 要不然就是慷慨激昂 决死一战 这样才对 但是青蓝宗却是平静安定 甚至连护宗阵法都没有打开 难道他们有应对魔道联盟的办法 慕容晴秀眉皱了起来 就在此时 五道人影飞了过来 为首一人 面带微笑 对着云州鞠躬 青蓝宗主 不知珠光宝气楼三楼主 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恕罪 当慕容晴的目光 落到了青蓝宗主等人身上的时候 顿时一愣 四个原因巅峰 一个超凡境 而且 那个超凡境 还不是宗主 饶食慕容晴见多识广 此刻也直接愣住了 在珠光宝气楼的地盘之内 大大小小的宗门他都知道 大部分的宗主 都是原因初期或者中期 只有少数几个达到了原因后期 而达到了原因后期的人 其视力都不小 甚至有几个的底蕴 可以和珠光宝气楼掰掰万子 可一个宗门当中 有两个以上原因巅峰的强者 却是凤毛麟角 可青蓝宗当中 却有四个 更加奇葩的是 还有一个长老周身隐含道泽 赫然是超凡境 要知道 就是慕容晴自己 也不过原因后期 尚未达到巅峰 之前慕容晴还信誓旦旦的 想要怎么拯救青蓝宗 好家伙 一个超凡境 四个原因巅峰 这种宗门拿出去 绝对吊打方圆十万里之内 所有的宗门了 还需要自己拯救 难怪青蓝宗 面对磨道联盟的攻击 一点也不慌 有这个实力 鬼都不慌好吧 不对 是出反常必有妖 根据资料显示 不久之前 青蓝宗不过是有一个 原因初期的宗主而已 现在却一下子 冒出了这么多的强者 绝对不寻常 慕容晴一下子 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现在 他的注意力 直接从磨道联盟身上 转移到了青蓝宗之上 到底青蓝宗发生了什么事情 起了这么大的改变 楼主远道而来 请入内奉茶 青蓝宗主微微躬身 让慕容晴进入到了青蓝宗 弟子奉上了茶水 等慕容晴喝了一口之后 青蓝宗主才笑着说道 楼主前来青蓝宗 是有什么事吗 慕容晴有心探探青蓝宗的底细 他沉吟了一下道 是因为磨道联盟之事 悬空宗主唐傲勾结磨道宗门 万里之内的大小宗门 已经全部被他攻占屠杀 现在已经向着青蓝宗而来了 本以为青蓝宗主等人 听到这件事会面色大变 惶恐不安 没想到他们对视了一眼 却是面带微笑 如果楼主说的是这件事 那我们已经知道了 大长老手俯长虚笑道 慕容晴眼神一闪 那你们就不担心吗 磨道联盟现在人多势众 恐怕光平区区青蓝宗 难以抵挡吧 二长老信心满满地说道 那又如何 磨道联盟赶来 我们青蓝宗绝对叫他们来得去不得 慕容晴沉默了下去 过了一会 他才再度开口 如果我所料没错 你们的背后 应该有一位绝世强者吧 青蓝宗主和四大长老对视了一眼 不愧是珠光宝气楼的三楼主 这份眼光 这份判断力 简直可怕 但是 在老祖的面前 慕容晴还不够资格询问 第十四章 因为背后有人 看着青蓝宗主等人的表情 慕容晴越发肯定了 自己心中的想法 同时 他也变得有些激动了起来 一个在短时间之内 将金丹静提拔成原因巅峰 甚至超凡静的存在 如果能够帮助自己 那楼主之争 还有任何的悬念吗 退一万步来说 就算不直接帮助自己 只要那位大人 再培养出几个原因巅峰 甚至超凡的强者 凭借自己的手段 也绝对可能占据绝对优势 所以 慕容晴一定要见到那位大人 不知可否请他出来一见呢 本楼主 想要和他谈谈 他很自信 身为珠光宝气楼的三楼主 在自己管辖的范围之内 想要见一个人 这是对方无边的荣耀 没想到青蓝宗主 却是微微一笑 楼主 老祖他淡薄名利 恐怕不便相见 此言一出 站在慕容晴身后的萧云 直接怒合出声 大胆 区区一个夏品宗门 也敢在楼主面前摆架子 青蓝宗主和四大长老对视了一眼 沉默了下去 珠光宝气楼 他们得罪不起 但是 李牧他们更得罪不起 两头都要得罪的话 那还不如得罪珠光宝气楼 青蓝老祖 慕容晴眼中闪过了一丝诧异 据他所知 青蓝宗的前几代老祖 又从什么地方蹦出来一个老祖呢 再说 以青蓝宗的底蕴 老祖会有多强 顶破天超凡镜 眼界决定了一切 看起来 青蓝宗是认为 魔道联盟撼动不了他们 所以才如此的态度 慕容晴决定给青蓝宗主等人一点压力 你们应该知道 魔道联盟最近很猖狂 但是你们知道 为何唐奥会无视我们珠光宝气楼 公然杀戮吗 青蓝宗主一愣 这一点 他们倒是没有考虑到 你们听说过王者遗迹吗 慕容晴的声音虽淡 但是落到青蓝宗主等人的耳中 却是宛如炸雷 让他们面色大变 王者遗迹 合体镜的强者被称为王者 获赠王者封号 其修炼和作画之地 就被称为王者遗迹 在王者遗迹当中 蕴藏着合体王者全部的修为 和神通奥秘传承 但凡获得一点 也足以让一名普通修士 原地起飞了 只是王者遗迹 大多隐藏在镜之当中 无人可以打破 为何慕容晴会突然提起这件事呢 在此地方缘万里之内 就有一个王者遗迹 现在你们知道了吧 慕容晴道 青蓝宗主和四大长老恍然大悟 难怪魔道联盟如此猖狂 但奇怪的是 只进攻桃源先进万里范围之内的宗门 却丝毫不对万里之外的宗门动手 原来一切都是为了王者遗迹 而且根据我们珠光宝气楼的情报网 那王者遗迹当中 有着一个圣品宝物 其中蕴含着一个惊天动地的大秘密 慕容晴扔出了第三个炸弹 原来如此 青蓝宗主猛然醒悟了过来 他好像明白了 为什么李牧会主动要求当青蓝宗老祖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他就是为了那王者遗迹 只是以李牧的修为 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合体境 也就是说 他的目的应该是王者遗迹当中的秘密了 一切都在老祖的掌控之中 撕 青蓝宗主倒吸了一口冷气 自己的格局终究还是小了 什么叫做真正的格局 将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全部控制在手心 李牧之能 难道已经达到了预知未来的地步了吗 想到这里 青蓝宗主和四大长老满头都是冷汉 慕容晴看着五人震撼的表情 以为是被自己的情报吓到了 当即语气变得温和了起来 其实 你们也不用担心 事情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只要有珠光宝气楼在 一切都不是问题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虽然你们老祖年龄大 但是经验也是可以提供帮助的 青蓝宗主一愣 脸色变得古怪了起来 老祖年龄大 貌似就算是大 也比你慕容晴大不了几个月吧 楼主 如果想见老祖 我劝你 还是自己前去拜见的好 胡说八道 楼主千斤之体 岂能轻动 你们青蓝宗的老祖 是不是太不给面子了 萧云又叫了起来 慕容晴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实相的 还不自己滚过来 现在竟然还要慕容晴直接去 青蓝宗主更是直言拜见 什么叫拜见 后辈见前辈 才叫拜见 身为顶级势力珠光宝气楼的三楼主 身份尊贵 青蓝老祖辈分再高 也就是一个下品宗门的老祖而已 拜见 开什么玩笑 就在气氛显得有些尴尬的时候 突然间 黑云压成 杀气凌然 青蓝宗主面色一变 是魔道联盟来了 众人急忙欲空而起 只见地平线之上 涌起了一股黑色的海浪 仔细看去 那些海浪 分明是无数凶神恶杀的修士 他们聚集在一起 气息连接 汉天动地之威 让慕容晴都微微色变 尤其是为首的唐傲 他背负长剑 身上气息赫然已经达到了超凡劲 楼主 魔道联盟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好多 凭借我们 可能挡不住 萧云看到魔道联盟的阵势 脸都下白了 慕容晴也是暗暗吃惊 虽然他很想救青蓝宗 但是把自己搭进去的话 那就不合算了 对 这趟浑水 我们可能躺不起了 当机立断 慕容晴带着珠光宝气楼的人 退出了千丈之外 此时 魔道联盟的大军已经杀到 一边是稀稀拉拉的青蓝宗 一边是铺天盖地的强者 双方优劣 就算是傻子也能看出来 没想到我会回来吧 唐傲咬牙切齿地看着青蓝宗主 面对数万魔道联盟修饰的压迫 青蓝宗主却是老神在在 一点不慌 上次被老祖教训的还不够吗 你 哼 唐傲的脸逼得通红 上次他催动精血使用鬼剑 想要斩杀李牧 结果连桃源仙境的外围都没有进入 能斩入圣境强者的鬼剑 就已经被摧毁了 甚至唐傲自己也受了重伤 现在提起来 更是戳中了他内心的伤疤 上次 上次不过是本宗主大意了一些 这次我要将你们青蓝宗 连同那个装神弄鬼的家伙 全部宰了 此时 一道声音响起 就怕你办不到 第十五章 一笔杀原因 在话音之中 云浅月脚踩虚空 飘然而来 远处的慕容晴眼神一闪 又是一个原因巅峰 看起样子 年龄和我相仿 青蓝宗主和四大长老 是原因进巅峰也就罢了 毕竟没有天赋 还有时间 提拔起来 未必不可能 但是云浅月就不同了 他年纪不大 一声气息 却是凝练的不行 甚至双瞳当中 有着道泽的浮现 这是突破超凡境的前兆 要知道 就是慕容晴 也没有凝聚道泽 犯我青蓝者 杀 云浅月飞到了魔道联盟的面前 翘脸冰寒 他得知了魔道联盟的攻击 当即就禀报了李牧 李牧只说了一句话 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这话的意思很明白了 事情是由云浅月而起 自然由他结束 魔道猖狂 只有杀 狂妄 就凭你也敢大言不惭 唐奥头颅高昂 他所忌惮者 不过是桃源仙境之内的强者 青蓝宗在他眼中 不过是蝼蚁 剑园 废我儿子 本宗主就请助你 让你替我再生一个儿子 如此侮辱的话语 换作是以前的云浅月 早就炸锅了 但是今日的云浅月 和之前不同了 他整个人十分的平静 唐奥身为悬空宗主 却和魔道为伍 造成诸多杀戮 我却你还是回头是岸 洗心革面的好 青蓝宗 不是你们可以触碰的地方 云浅月的口气 和他的人一样 也是十分平静 但是平静往往让人更加愤怒 哼 无知玩 来人 给我抓来 一声令下 两道人影从唐奥身后窜出 向着云浅月扑去 两人皆是气息宏大 达到了原因静后期 青蓝宗主认得他们 之前也是一方之宗主 找死 云浅月秀眉一簇 伸出了右手 并指如笔 虚空画出 扑扑 一笔出 生灵灭 两个原因后期的宗主 直接原地暴体 化为层层血物 喷洒一地 什么 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 魔道联盟的人 纷纷面色大变 满眼震惊 他们甚至都没有看清楚 云浅月是怎么动手的 两个原因后期的强者 就已经暴体了 唐奥同样是目录骇然 刚才云浅月画的那一下 好像是一个字的棋笔 字 半个字灭杀原鹰 开什么玩笑 我不信 他一定是在装神弄鬼 给我再上 唐奥吼道 又有几个原因期强者杀出 这次数量更多 修为更强 云浅月却是不慌不忙 再度棋笔 一撇一纳 正是一个人字 喷喷喷 人字出 虚空惊爆 那些扑过来的原因期强者 一个接一个的暴体了 可刚才如出一辙 死 这一下所有人都震惊了 云浅月的实力 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不对 他的实力 只是原因境巅峰 为何会如此强大 慕容晴眉头紧皱 他出身珠光宝气楼 见识自然比别人多一些 陡然间 他瞳孔扩大 是极致道则 他领悟极致道则了 修士想要突破超凡境 就必须领悟道则 但是道则也分为三六九等 最下等 就是吞噬天才地堡当中的道 则加以突破 如此最为简单 也最为常见 第二种 则是自我领悟道则 领悟出来的道则乃是天地大道当中的一种 比如善火者 自然领悟火之道则 善水者 领悟水之道则 至于更高一层的修士 领悟的乃是自创大道 他们不再拘泥于天地之间成熟的大道 转而结合自身的修为 开辟新的大道 比如猛毒大道 暗影大道等等 在所有的道则之上 就是极致大道了 这种大道 凌驾于所有大道之上 甚至可以摧毁别的大道 云浅月明明写的是字 但是隐隐之间 整片虚空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这绝对不是一个小宗门弟子可以领悟的 联想到之前青蓝宗主等人的神色 慕容晴呼吸差点停滞 难道是哪个传说当中的老祖 他的心脏猛然跳动起来 能够培养出一个领悟极致大道的弟子 这是何等存在才能做到的事情 如果自己能够接受他的指点 掌控珠光宝气楼 岂不是易如反掌 相对于慕容晴 唐傲更加的震惊 不过他很快就平静下来了 哦 看起来你们也早有准备啊 但是现在不同了 只见唐傲反手一握 一柄漆黑鬼剑浮现 鬼剑一出 天地哀嚎 虚空当中浮现出了无数的鬼影 鬼影凄厉哀嚎 令人头疼欲裂 强如原音境巅峰的青蓝宗主等人 也都是面色大变 这是什么鬼东西 超频法器 只有超频法器才如此的威能 死 他从什么地方弄来这么可怕一把剑 在众人的惊呼之下 唐傲面露得意 不管你们在搞什么鬼 在本座鬼剑面前 都是宛如蝼蚁一样的存在 跪下 只见他鬼剑一挥 无边鬼气 青蓝宗主等人 不管修为如此 全部口喷鲜血 面色大变 这一剑 本宗主只用了五分力 否则现在 你们已经是尸体了 唐傲淡淡地说道 如此恐怖的鬼剑 带来的只有无边的绝望 太强了 超频法器 已经不是修为所能抗衡的了 甚至就连云浅月 也心生寒意 单凭现在的他 绝对无法挡住鬼剑的 不贵吗 那就全部去死吧 唐傲满脸凝笑 再度一剑劈下 这一剑比刚才那剑更为恐怖 甚至连虚空都开始崩裂起来 千丈之外的慕容琴 更是面色大变 不好 快退 可惜已经迟了 鬼剑影响的范围 远比他想的还要可怕 方圆三千丈之内 全部被鬼气笼罩 就在众人为之绝望之时 却见云浅月叹了口气 还是要动用老祖赏赐的宝物吗 他一挥手 右手浮现出了一根柳枝 云浅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催动全部灵气 灌注柳枝笼当中 他定了定神 笔走龙蛇 人之初 性本善 一笔一画 乾坤震动 鬼影溃散 刹那之间 再现青天赤日 第十六章 用极品盛气炼字 妖分敌劲 鬼魂哀嚎 唐奥手中的鬼剑 喷的一声 直接炸得粉碎 连同他的手臂一起 也都炸裂了 哦 唐奥捧着自己的断臂 满脸都是恐惧 这 这到底是什么法器 如此恐怖 远处的慕容琴 也是一脸吃惊 好强的法器波动 恐怕有超品 不对 圣品波动 怎么可能 圣气 气中之圣 每一件都拥有绝世的威能 寻常修饰拿到 都可以跃及战斗的存在 但是让慕容琴奇怪的是 云浅月手中拿着的柳枝笔 晶莹剔透 叶片之上 还有未消的滴露 等等 慕容琴瞳孔一缩 柳枝笔叶片上的滴露 哪里是水珠 分明是已经固体化的水之道泽 再看叶片 道道脉络清晰无比 每一条脉络都蕴含着神秘的天地大道 凡人领悟一条都可以原地超凡 极品圣气 慕容琴彻底震惊了 在圣气当中 也是有品级的存在 而云浅月手中 这根柳枝笔 分明是圣气当中的极品 只是有一点不解 云浅月手中的柳枝笔 断口之处 歪歪扭扭 好像刚折断的一样 谁有能力折断极品圣气 怕是连合体大能都做不到吧 这太奇怪了 一个小小的清兰宗弟子 为何会守持极品圣气 真相只有一个 是他们口中 那个太上老祖赐予的 现在慕容琴终于明白 之前清兰宗主说的话 是什么意思了 能够随手赐予极品圣气的存在 自己竟然想要让他来参见 简直是不要脸至极 换做是稍微凶狠一点的魔道修士 怕已经翻脸动手杀人了 后悔 慕容琴的眼中满是悔意 如此神人 自己应该焚香沐浴 一步一败才对 如果能够被神人指点一下 那我竞争珠光宝气楼楼主的位置 岂不是手到擒来 慕容琴的眼神 再度变得热烈了起来 他虽然性格温和 不善于争抢 却不代表他不想争抢 珠光宝气楼 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地方 你不争抢 下场就会很惨 慕容琴成为珠光宝气楼楼主之后 至少不会大肆杀戮 一笔青鬼魂 唐傲肝胆剧练 他再也顾不上什么魔道联盟 直接转身化为一阵黑烟 消失在了天井 唐傲一跑 魔道联盟当中 其他的人却愣住了 什么鬼 自家老大逃跑了 这些魔道联盟的强者 本来就是一盘散沙 因为害怕唐傲的鬼剑 才聚集在了一起 现在群龙无首 哪里还有战斗的欲望 尤其是云浅月手中的极品盛气 谁也没有活腻了 想上去找死的 云浅月指着魔道联盟的人道 你们这些为虎作伤的人 都去死吧 一句话让魔道联盟大乱 大爷饶命 我们都是被逼的 错了 我们错了 求你饶命啊 云浅月也没有废话 他不可能允许这些坏人 去骚扰太上老祖的 他再度写出了三字经前六个字 只见虚空炸裂 乾坤震荡 一个又一个修士 在柳枝笔下暴体而亡 没有丝毫还手之力 剩下的修士 也是肝胆剧烈 疯狂逃窜 此时青蓝宗主 也带着青蓝宗的弟子杀了上去 魔道联盟的实力 本来就不如青蓝宗 加上没有战役 转眼之间 就被杀得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直到杀尽了最后一个 魔道联盟的人 青蓝宗才罢手 一番大战 结局却是魔道联盟全灭 青蓝宗伤了几个普通弟子 远处的慕容晴 急不可耐地飞了过来 请问 你手中极品圣器 是何人所赐 云浅月一愣 这是太上老祖赐给我练字的 什么 用极品圣器练字 慕容晴张大了嘴巴 满脸不可思议 这种圣器 可是足以作为 圣国正宗之物流传千古的 云浅月竟然拿着练字 造孽啊 是啊 老祖传授了我书法大道 可惜我资质愚钝 练了好几天 三字经才勉强只能写出六个字 云浅月满脸忏愧地说道 六 六个字 灭超凡净 慕容晴结结巴巴地说道 三字经人人都知道 全文一共一千一百四十五个字 仅仅写出六个字 就足以震杀超凡净的存在 要是全文写出来 岂不是整个界域都要炸裂吗 让慕容晴更加震惊的是 书法竟然也能形成大道 那玩意 不是酸臭书生无聊时候练手的吗 神人 神人啊 画符朽为神奇 这不正是神人的标志吗 慕容晴呼吸急促了起来 他用期盼的眼神 看着云浅月道 能带我去见见太上老祖大人吗 这 云浅月面露南色 他带着青蓝宗主等人 拜见没什么问题 毕竟是人自家的太上老祖 可慕容晴毕竟是外人 也不知道会不会引起李牧的不高兴 所以云浅月有些犹豫 慕容晴看到云浅月犹豫 心中更加焦急 魔道联盟出现并非偶然 其中可能有着一桩巨大的惊天阴谋 此阴谋非人力可解 恐怕只有太上老祖有办法了 请你一定要带我去 听到慕容晴说得认真 云浅月也是一惊 如果魔道联盟后面 真的有大恐怖的存在 那的确是麻烦 此事是要报告老祖一声 他点了点头 那好吧 你随我来吧 云浅月带着慕容晴来到了桃园仙境之前 老祖就隐居在这个山村当中 慕容晴定睛看去 却是眉头微皱 这里的确是很漂亮 但是从外表看却是十分的普通 这样的地方能够有什么大能存在呢 不过慕容晴也知道 有些顶尖强者脾气古怪 就喜欢和凡人为伍 或者这位天上老祖也是一样吧 走吧 此地不能遇空 只能不行 云浅月笑着说道 一直忍耐的萧云有些不满了 大胆 我家楼主何等身份 更是冰清玉洁之体 岂能脚踩凡尘 沾染尘土 就在此时 一个农民挑着扁担 晃晃悠悠走了过来 扁担两头挂着两个木桶 桶里有水 哟 今儿热闹啊 又有人来了 桃园好久没这么热闹了 慕容晴的目光落到了水桶之上 随后呼吸停滞了 水桶之中的水 灵气逼人 那是圣泉水 他抬头看着农民 难道您就是太上老祖 第十七章 张大爷就是前辈高人 不会错了 真正的爵士高人 外表都很朴素 眼前这个农民 完美地符合了一切 要不是慕容晴发现了 他桶里装的是圣泉水 根本发现不了 此人的真正面目 慕容晴暗自得意 他的眼力 在三大楼主当中 是最好的 当即他一震一惊 端正万福 珠光宝气楼三楼主慕容晴 见过前辈 眼前的农民张大了嘴巴 露出了一口黄草牙 一脸的震惊 慕容晴微微一笑 恐怕这位太上老祖也想不到 自己竟然一眼 就可以看穿他的真面目吧 农民震惊了片刻之后 脸上露出了迷茫之色 我说丫头 你说什么呢 慕容晴神色淡然地说道 前辈 明远不说暗话 您的易容术虽然很精妙 和普通的农民没有什么两样 但是还是有破绽的 他伸手一指水桶 圣泉水 岂是寻常农民 可以接触到的神物 前辈 就莫要隐藏了 慕容晴的语气当中 已经带上了一抹傲然 之前他还震惊于李牧的神器 但是现在自己一眼就认出了本尊 看起来 李牧也没有想象当中的神秘 修为 应该是圣泉水的原因 这种天才地宝 喝一口突破几个境界 并非难事 至于柳枝笔 恐怕是此地埋藏的宝物吧 想通了这个道理 慕容晴的眼中 不可遏制地戴上了一抹淡然 天下间 哪里有那么多神秘大佬 很多传闻 不过是以讹传讹罢了 身为珠光宝气楼的三楼主 这种事情看得多了 张大爷一脸茫然 眼前的丫头的确是很漂亮 就是脑子有些问题 什么前辈 什么老左 你认错人了吧 慕容晴微微一笑 前辈 小女子这双眼睛颇有玄妙 您瞒不过我的 此时一旁的云浅月说话了 楼主 你真的认错人了 她只是桃园山村当中 一个普通的农夫罢了 慕容晴看着云浅月 眼中闪过了一抹失望 事到如今 你还想隐瞒什么 我又不会嘲笑什么 云浅月一脸哭笑不得 这什么跟什么 张大爷更是白眼一番 有毛病 说完 他挑着扁单 就转身离开了 前辈留步 慕容晴急忙喊道 但是张大爷头也不回地走了 开玩笑 家里的农作物需要浇水 哪有时间浪费在这里 萧云沉声道 楼主 怎么办 要我抓他来吗 慕容晴思考了一下 摇头道 还是算了 怎么说也是前辈 我们也不能太过失礼 跟上去看看吧 我就不信他不露出真身 一群人跟在了张大爷的身后 真正进入到了桃园山村当中 然后慕容晴就震惊了 这里到处充满了神秘的道泽 每一朵花 每一根草 都仿佛是天生地养 蕴生之物 甚至花丛当中飞舞的蝴蝶 气息都堪比超凡进的强者 这 慕容晴感觉呼吸都停滞了 这里简直是一处动天伏地 张大爷挑着担子 回到了菜地当中 有人喊了起来 老张头 怎么才回来 张大爷叹了口气 用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一把汗 有几个人 以为我是什么山村影视 说这个说那个 浪费了不少时间 刚才说话那人 哈哈大笑起来 就你 还影视高人半截子 兜入棺材的老头了 另一人接口道 要说高人影视 还是小李子比较像才是 张大爷坐到了地上 喘着粗气道 你说小李子是影视高人 我认同 但是老张我今年才七十三 还年轻着呢 不信你问问张大妈 他知道 旁边的一个大婶 狠狠地催了一口 老张 你个老不正经的 说什么屁话呢 看我回去不弄死你 张大爷浑身一个哆嗦 说不出话来了 众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另一边 珠光宝气楼的人 已经彻底燃爆了 楼主 快看那条水沟当中的水 我的天啊 全部都是灵泉 天地灵树的果子 都是极品灵果 表皮之上都是稻泽 乖乖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太可怕了 一旁的云浅月 抽了抽嘴角 什么水沟灵泉 那里就是桃源山村的 下水道罢了 还有所谓的天地灵树 只是路边的野树 像是这种野树 这里没有十万棵 也有八万棵 不过云浅月转念一想 自己刚进来的时候 不也是被震惊的不行吗 现在来的次数多了 却息以为常了 这还只是村子 真正可怕的是 李牧的院子 别看云浅月跟着李牧 学习了好几天的字 但是 他依然没有资格主动踏入院子 院子的牛羊鸡鸭 妥妥的都是神兽级别的存在 光是一丝威压 就足以震杀超凡境的存在 云浅月第一次来的时候 就差点被气势震杀 现在想起来 还是心有余悸呢 慕容勤勉强压制自己震惊的情绪 心脏狂跳起来 难道这里居住的 不是一个影视高人 而是一群 传闻很多大能突然消失 有人说是群体影居避世 难道这里就是其中一个 嘶 要是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就好了 可惜看刚才那位大人的态度 分明是不想承认自己的身份 就在慕容勤想着怎么办的时候 一个人骑着白马 悠哉悠哉地出现了 在那人的脚下 还跟着一条哈士骑 老祖来了 云浅月一惊 急忙冲了过去 躬身行礼 参见老祖 他的动作把慕容勤吓了一跳 什么 他是老祖 慕容勤急忙定睛看去 只见来人穿着一袭简单的青衫 面如关玉 隐隐散发圣洁的光芒 嘴角迷人的微笑 仿佛一柄重锤 让少女迷醉 慕如朗星 瞳孔当中更是蕴含宇宙真理 甚至他周围的虚空都在颤抖 强大到了虚空都害怕的地步 高人 真的高人 他才是真正的高人 慕容勤急了 他发现自己简直错得离谱 眼前这个青年 才是真正的影视高人 小李子 散步回来了 一会你再帮我整一下菜园 我怎么弄都弄不好 张大爷笑着挥了挥手 李牧点头道 没问题 我现在就帮你弄 第十八章 言出法随的仙人李牧 他翻身下马 走到了菜园当中 熟练地挽起了袖子和裤腿 先是驱除了菜园当中的杂草 然后将一颗颗大白菜扶正 浇上水 张大爷等人早已习以为常 因为桃园山村当中的一切 都有李牧的手笔 但是慕容勤 却已经被震惊地说不出话来了 李牧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脚步都浑然天成 无懈可击 经过了他手处理的大白菜 等等 慕容勤此时才发现 那些大白菜 赫然是一朵朵的绝世灵根 如果慕容勤没猜错的话 这些灵根早就已经绝技了 但是眼前的灵根却粗大无比 还开着话 如果慕容勤没有估计错 至少要五千年以上的灵根 才会有如此的成熟度 有些灵根因为栽种的问题 导致灵气散失 被李牧稍微摆弄一下 失去的灵气再度充盈 焕发出了无比的生机 妙手回春 我的天啊 这是只有顶级炼丹大师 才可能拥有的手法 难道他真正的身份 是顶级炼丹大师 慕容勤彻底震惊了 李牧帮助张大爷 弄好了大白菜之后 拍了拍手中的泥土 都好了张大爷 张大爷笑道 要得就说种田这个活 还是你小李子弄得好 天生就是种地的料 李牧微微一笑 再度骑上了白马 牵起了哈士奇 云浅月自始至终 都规规矩矩地站在旁边 一直等到李牧忙完 他才跟在白马后面 楼主 我们消云小声地说道 慕容勤迎牙紧咬 双拳紧握 跟上 这是无上的机缘 万万不可放过 一个可以随手复活灵灯的 顶级炼丹大师 放到任何地方 都是万人敬仰的存在 珠光宝气楼的人 在慕容勤的带领下 急忙跟了上去 众人一千一厚地 来到了小院子前 李牧翻身下马 将材摘下的茶叶拿了下来 然后转头对着云浅月道 三字经写得怎么样了 云浅月一脸懒愧地说道 学生资质太差 只勉强写成了六个字 才六个 李牧眉头皱了一下 都说修士爱武不爱文 果然如此 写一个三字经都困难成这样 这要是学习真正的书法 还不知道猴年马月呢 哎 我什么时候才能开始修炼啊 我也好想遇见飞行 李牧满脸羡慕地看着天空 摇了摇头 然后走进了院子 云浅月则是一脸悔恨 老祖对我失望了 我怎么这么差劲 哎 看来要加紧练习才行 可是书法大到奥妙无穷 我连老祖皮毛万一都达不到 此时 慕容勤等人走了过来 抬脚就准备进入院子 等一下 云浅月吓了一跳 李牧的院子可是禁区 谁敢踏入 慕容勤这么贸贸然地踏入 非给气势给震杀不可 老祖院子不可善入 慕容勤一愣 随后笑道我只是拜会一下老祖 没有别的意思 云浅月摇了摇头 不是我不让你进去 而是老祖的院子 恐怕你进不去 进不去 慕容勤满脸吃惊 难道这个院子有禁止 他神念一动 灵气汇聚双眼 一双漆黑眼眸 慢慢地变成了白色 白眼 慕容勤的天赋能力 可破迷障 碎幻术 回归天地本质 也是他最大的能力 不管李牧院子 有什么机关陷阱 都不可能逃出白眼的观察 然而 慕容勤的目光 刚刚落到李牧的院子 脑袋就好像给重锤砸了一下 双眼顿时变得一片漆黑 他更是哇的一声 喷出了一口鲜血 白眼已经遭到了重创 好 好可怕的威亚 慕容勤一手无眼 满脸震惊 萧云等人看到 慕容勤吐血 奇奇大惊 罗主 你没事吧 难道你中了暗算 慕容勤摆了白手 我没事 都退下 他急忙催动灵气 稳住白眼的伤势 饶势如此 白眼也伤及了根源 只剩下了三分之一的力量 云浅月看着慕容勤懊悔的样子 不由地叹了口气 罗主 你为何就不听我的话呢 老祖乃是世外高人 层次远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 你贸然冲击 必遭天前反噬 这下慕容勤彻底相信李木的可怕了 甚至自己白眼的光芒 还没有碰触到院子 仅仅是院子自发散意的一丝威压 就差点将他双眼毁掉 强者不可亵渎 全部的人都退下 没有我的命令 绝对不能靠近 慕容勤下令 萧云等人虽然心中奇怪 但是珠光宝气楼规矩森严 他们只好退出五十丈 远远关事 慕容勤则是直接跪倒在地 双手前身 以最隆重的礼仪败了下去 慕容勤求见前辈 他并没有说自己的身份 而是直呼了自己的本名 也许珠光宝气楼在别人的眼中 是非常厉害的存在 但是在李木的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身份在这里 啥也不是 想要打动李木 唯有诚心 李木正在院子里面煮水 准备泡茶 这些野茶味道还不错 他听到了慕容勤的声音 随口道 进来吧 说来也奇怪 李木一发话 院子上空那股恐怖的威压 瞬间烟消云散 变得云淡风清起来 岩 岩出发随 这是只有传说当中的仙人 才能够拥有的能力 我的天啊 难道院子里居住的 乃是一名真正的仙人 慕容勤彻底震惊了 仙人 竟然真的存在 当修士修炼到 蜕边境巅峰的时候 就需要去寻找仙缘 只有找到仙缘 才可以真正成仙 但古往今来 不知道多少顶尖大能 寻找仙缘无果 最终抵受不住时光的侵袭 寒含死 随着灵气稀薄 传承断绝 成仙更是一个渴望不可及的事情 慕容勤虽然天赋不错 却也没有奢望 自己能够成仙 但是今天 他看到了真正的仙迹 言出发随 正是仙人的标志 在震惊之余 他更加的暗乎侥幸 幸亏自己之前 没有做出什么 蔑视仙人的举动 否则现在 他怕事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别说大能不可亵渎了 仙人连执事都不行 第十九章 一杯仙茶入超凡 慕容勤站了起来 小心翼翼地 踏入到了院子当中 一股沉重的天地威压扑面而来 慕容勤浑身发紧 神情紧张无比 他尽量放空自己 什么都不敢想 因为面对仙人威压 就是一个念头 都会让他粉身碎骨 神魂俱灭 咦 又来一个人宠 长得还不错 如果留下来 可以给老牛我暖床 要点碧莲 就你那个体重 怕不是分分钟 把小美人给压死了 姐姐姐 这个人宠 就由我蛤蟆大王享受吧 院子当中 老牛 蛤蟆 白毛母鸡眼神游离 神念不断地交怀 哈士奇翻了个身 表面看上去是睡觉 但是神念却是破口大骂起来 卧槽 你们这群耸货 还享受人宠 有本事在主人面前 蹦跆一个我看看 一句话 将老牛 蛤蟆 白毛母鸡 全部都喷得没声音了 别看他们一个个 都是大有来历的超级魔头 但是在李牧面前 渣都不是 现在大家都很默契地伪装着 勤快开垢荒地的老牛 每天开心唱歌的蛤蟆 老老实实吃米粒的母鸡 驮着李牧的白马 都很正常 不是吗 谁要是敢对李牧呛声的话 今晚怕是要全村吃席了 因为他们曾经看到过 一只臂方给李牧抓过来 做成了火锅涮肉 吃完之后 李牧还感叹了一句 这只火鸡味道挺特别 再多来几只就好了 从此以后 老牛 蛤蟆 母鸡 白马 没一个敢不老实了 毕竟牛肉火锅 牛蛙火锅 老母鸡汤 烧烤马肉 味道还是很香的 在重瘦的注视下 慕容秦胆战心惊地 走到了李牧的面前 连大气都不敢喘 李牧正在泡茶 他将采摘下来的茶叶洗干净 然后加入红红的枸杞 黑黑的桑刃等药材 自制养生茶 慕容秦在一旁 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 如果他没有看错 李牧加入茶水当中的那些玩意 每一个都是上古绝种的珍稀灵药 枸杞根本就是传说当中的凤凰诸果 相传凤凰流血 血液滴落大地 幻化成了凤凰诸果 其中含有凤凰火焰之力 如果修炼火系功法的修士 吃一颗 直接可以将自己的火系功法 推演到极致 至于黑黑的桑刃 如果慕容秦没有看错 应该是只有地狱才有的九幽果 其中含有九幽魔器 只有魔王等级的存在 才有可能吸收 全部都是天才地宝 仙人都这么夸张的吗 拿着天才地宝泡茶喝 慕容秦再一次被被震惊了 这太恐怖了吧 本来慕容秦还有些开心 毕竟遇到了传说当中的仙人 但是现在 他又有些后悔了 层次太高了 自己在李牧的面前 就和蝼蚁没什么区别 引以为傲的一切 啥也不是 甚至连开口说话 都是对仙人的不尊重 李牧一边泡茶 一边好奇地看着慕容秦 不得不说 慕容秦是真的漂亮 甚至还在云浅月之上 而且自带一股楚楚可怜的样子 尤其是迷离的双眼 令人迷醉 不过奇怪的是 为何这女人一看到自己就哭呢 女人的三项法宝 一哭二闹三上吊 李牧是最怕的 她取来了两个杯子 倒上了茶水 然后将汁倒掉 低浇的茶水 是用来洗杯子和增香的 并不能喝 杯子被茶水烫过之后 会散发出了一股奇特的茶香 和茶水交香灰映 李牧又倒了一杯茶水 然后放到了慕容秦的面前 不管什么事情 终究是会过去的 喝茶 她的声音很轻柔 落到了慕容秦的耳边 却宛如晴天霹雳 这些年 为了争夺珠光宝气楼楼主的位置 慕容秦也算是耗尽了心力 有些事情 她并不想去做 但是现实却逼得她不得不去做 那种身不由己的感觉 让她感觉十分疲惫 此刻李牧的话 直接触动了慕容秦心中封闭的地方 她银牙咬着红唇 忍住哭泣的冲动 双手恭敬地接过了茶水 茶水有些烫 但是慕容秦却是一饮而尽 入口微苦 但是到了咽喉的时候 却又泛起了甘甜 同时 茶水的热气直冲向上 逼至双眸 哄 慕容秦身体猛地一颤 瘦窗的白眼瞬间恢复 不但恢复 白眼的力量还在不断攀升 刹那之间 慕容秦眼前的景物变了 她看到的不再是实体 而是一条条的灵气 目光一动 甚至可以看到 翱翔在虚空之上的音箫 我的眼睛 进化了 慕容秦整个人都待住了 她的双眼乃是天赋能力 与生俱来 可以看穿虚妄 根据她查询的典籍来看 是传说当中 白眼一族的象征 曾经的白眼一族十分强大 靠着白眼的能力 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强大的敌人 白眼拥有五个等级 分为初始级 进阶级 洞察级 虚空级 以及无限级 但是 想要进阶白眼 太过困难 根据典籍记载 白眼一族最强的人 也只修炼到洞察级 虚空级乃至最强的无限级 根本无人能够达到 慕容秦的白眼 只是初始级 如果没有大机缘 恐怕一辈子也只是如此了 但是现在只是喝了一杯茶 她的双眼就从初始级 变成了进阶级 进化带来的 可不仅仅是能力的增强 更可以激发慕容秦体内的血脉 茶气增强双眼 茶水突破境界 哄 慕容秦头颅扬起 黑色长发飘散 体内传出了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量 呼吸之间 她就已经突破到了原音境巅峰 白眼自成道则 体内惊爆 超凡境突破 轰轰轰 超凡境一层 超凡境二层 超凡境三层 足足飙升到了超凡境五层 气息才平稳下来 慕容秦整个人都傻了 一杯茶 让自己突破了一个大境界 五个小境界 这哪里是茶呀 这分明是天宫玉露 慕容秦心情激动之下 直接翻身倒地 喷喷喷地磕头起来 多谢前辈恩赐 慕容秦莫尺难忘 李牧诧异地看了她一眼 嘟囔了一句 哎 古人就是麻烦 动不动就磕头 突然之间 李牧双眼一亮 她笑盈盈的道 想学手艺吗 第二十章又忽悠了一个 学手艺 慕容秦愣住了 一瞬间 她的脑海当中 转过了无数的念头 李牧想要干什么 手艺这两个字 代表着何种心法 只见李牧搬着指头在数着 琴棋书画十九花茶 一共八种手艺 云浅月已经学了书法了 其余七种你要不要选一个 慕容秦眨了眨眼睛 随后面露狂喜之色 仙人 您这是要说我为徒吗 李牧挠了挠头 道 也不算吧 就是有些事情需要人去做 但是我又不能出去 所以只能抓到一个是一个了 系统的事情不能透露 所以李牧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但是这话落到慕容秦耳朵中 却有了不一样的意思 不能出去 是了 以仙人的威能 一旦出去 怕是方圆百万里之内都要崩溃 故而自封于此 有些事情要人去做 指的是王者遗迹当中的宝物吗 没错了 也只有埋藏天地秘密的宝物 才能够让仙人逗留在此 这是对我的考验啊 一股巨大的压力 落到了慕容秦的肩头 他的呼吸急促了起来 云浅月仅仅学习了几天的书法 就可以一笔藏千魂了 其余几个大道 肯定也非常的厉害 慕容秦思索了一下 最后双眼落到了茶杯之上 仙人前辈 晚辈想要学习茶道 茶道吗 可以 李牧松了口气 总算又忽悠了一个人上当了 他想起之前自己 完成任务的时候 系统给了几颗茶树的种子 当即掏了出来 要学茶道就要从种植开始 首先你要找一块地 将之翻整平齐 然后将种子种下去 李牧将茶叶种植的方法说了一遍 慕容秦连连点头 将之记在心中 心境不一样了 想法自然也有所改变 虽然都是一些基础的方法 但是万事万物讲究的就是一个根基 是了 这是仙人前辈 要有夯实根基 才能突破仙境吗 慕容秦一边想 一边接过了李牧手中的茶叶种子 他定睛一看 瞳孔猛然扩大 只见那几颗茶叶种子 四周散发着七彩耗光 隐隐之间能够感受到地火风水 四种大道的流动 我的天啊 这是仙种 慕容秦倒吸了一口冷气 李牧给他的都是一些仙茶的种子 本来慕容秦还信心满满 看到仙种之后 却有些心虚了 要种植仙种 是一件难如登天的事情 而且等到仙种成熟 最少也要千年以上 等到千年 慕容秦的坟头草 怕是都三丈高了 仙人前辈 这种子品质太高 我怕 慕容秦面露犹豫之色 以他现在的能力 怕是没可能种好仙茶 李牧一听就紧张了 他好不容易忽悠了一个弟子 传承巴雅之一 万一慕容秦拍拍屁股跑了 自己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你可答应我的 不能反悔 慕容秦顿时出了一声冷汗 因为李牧的声音当中 已经带上了一丝怒气 仙人震怒 何等可怕 慕容秦急忙跪倒在地 连连磕头 是弟子错了 请仙人前辈恕罪 他心中更是将自己骂得狗血淋头 李牧将这么重要的仙种交给自己 又传授自己大道 自己竟然还嫌弃困难 修炼不困难 突破不困难 修饰修炼 每一天都在和人斗 和天斗 那才是真正的困难 相比之下 自己叫什么困难 仙人这是在给自己机会 自己竟然不识抬举 慕容秦恨不得扇自己耳光 他急忙道 仙人前辈 我知错了 慕容秦发誓 一定活进毕生心血 栽种仙种 李牧松了一口气 这波是稳了 一口气收了书法和查到两个传承人 距离自己开启修炼之路 又前进了一大步 美滋滋 慕容秦退出了院子 云浅月走了过来 楼主 如何 慕容秦拉着云浅月笑道 仙人已经收我为徒了 现在我们身份一样 别叫我楼主了 就叫我慕容秦吧 云浅月双目睁大 老祖收你为徒了 是的 还传授了我饮茶大道 现在我要去栽种花子 慕容秦晃了晃手中的茶叶种子 这是仙种啊 想要栽种出来 怕是很困难 云浅月惊呼起来 但是随即他面露苦笑 说别人困难 我自己何尝简单 三字经到现在 我也仅仅只能写出六个字罢了 仙祖之能 我远不及也 慕容秦笑着拉起了云浅月的手 你我现在都是仙人前辈的弟子 我似乎大你一点 以后就用师姐妹相称吧 云浅月还想推辞 但是转念一想 感觉也是 好吧 师姐 浅月师妹 慕容秦温和地笑了一下 现在 我已经拜了仙人前辈为师尊 今后要全心全意地栽种仙种 至于珠光宝七楼楼主的位置 对我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我要回去一趟 将所有的事情都交代一下 然后再回来这里 云浅月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 对于仙道强者来说 都是浮云 慕容秦来到了 萧云等人战身的地方 楼主 萧云等人看到 慕容秦回来 七七躬身今后 我就不是你们的楼主了 我们走吧 慕容秦笑道 萧云等人一愣 他们不明白慕容秦话中的意思 但是他们也不敢问 只能跟着慕容秦 一起出了桃源山村 此时 在万里之外的荒山之上 突然乾坤波动 倒到水波纹 在虚空浮动 只见虚空炸裂 浮现出了一个黑洞 在黑洞之内 隐约有着一座遗迹 若隐若现 附近的修士感应到了 不同寻常的波动 纷纷欲空而起 向着遗迹之处飞去 当他们看到黑洞当中的遗迹之时 一个个呼吸急促 面色通红 是上古遗迹 里面肯定有很多的宝物 冲啊 进水楼台先得月 谁想到就是谁的 在呐喊声中 上百名修士 呼啸着窜了过去 然而就在他们 接近黑洞的时候 一道巨大的法阵出现 轰轰轰 修士猝不及防 撞到了法阵之上 碎体而亡